京市的一处四合院中 一位百岁老人 此时已经在弥留之际了 一众张是修士 已经140岁了 看起来却依然是六七十岁的样子 当年他度过一场死劫 原本以为自己最多再活个二三十年的 却不想成了老不死的了 他的孙女也成了头发花白的老妇人 此时依依正坐在床边 面露悲伤 阿公 你走了我怎么办啊 一众张抬起手 像孙女年幼时那样 轻轻地抚摸她的头 依依啊 阿公活得太久了 我要去找你姑婆了 想起姑婆 依依心中更加地难过了 她知道 阿公这一辈子都在怀念姑婆 当年姑婆依清蕊用替身咒 用自己的魂飞魄散 换了阿公的必死之局 往后的一生 阿公心里始终放不下这件事 依依啊 你看看 是不是你姑婆来接我了 清蕊 是你来接哥哥了吗 你等了太久了 下辈子我们还做兄妹 依依的身后 站着两位老者 他们鹤发童颜 看向依仲章的目光也是充满了不舍 崇章 前辈 两位老者明明比依仲章小了好几十岁 但是依仲章却分外地敬重他们 一直都是以晚辈自称 我这一生 比普通人过得更加精彩 都是因为前辈 若有来世 崇章若再遇前辈 崇章定要再次追随前辈左右 两位老者对视一样 崇章 若有来世 你就是我们二人的大哥 来世我们做兄弟 依仲章的眼睛失去了聚焦 前辈 我先走一步 清蕊 哥哥来了 房间里响起哭声 屋外 老人的后代子孙们听到哭声 都不约而同地跪了下来 他们的老祖宗去了 神魂魂魂噩噩 当依仲章在有意识的时候 只觉得腹中饥饿男人 努力地睁开眼睛 就看到一个有着大洞小洞的屋顶 他一咕噜爬了起来 依仲章抬起双手 那是一双年轻的手 甚至都没有成年 看手长大小 也不过才五六岁的样子 一众张亮呛了一下 脑子里有什么东西 不断地涌出来 都是这个孩子的记忆 这孩子名字叫做伊安 还有个妹叫做伊乐 两人是孪生兄妹 原本他们也是有父母的 后来遇到邪碎 父母双双死在了邪碎口中 之后他们成了 没爹没娘的孩子 他们的房子 也被隔房的堂叔给霸占了 将他们两个还不满六岁的孩子 赶出家门 两人无处可去 只能找了个破屋子住了下来 平日里就去帮周围的人 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换些吃的 头两日淋了雨 伊安有些着凉 昨夜就发起了烧 一觉醒来 这信子就换成了伊仲章 伊仲章似乎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孩童 请你帮我照顾好妹妹 伊仲章我一定会的 心头一阵轻松 伊安的魂魄似乎是离开了 伊仲章在现代社会 别看是个老头 但是他比谁都时尚 会上网会看小说 可以说后半辈子 他是越活越年轻 他还玩游戏呢 在游戏里也是个大杀四方的大神 他也喜欢看小说 什么穿越重生啊 什么没见过 他自己身边都有穿越重生的真实案例 所以对于自己的穿越重生是十分的淡定 伊安的记忆中 这应该是在古代 还有邪碎骇人 也有先师除碎 这应该是个有灵气的玄幻世界 不知道这个世界他能不能修炼 伊仲章这样想着 上个世界 因为没有灵气 他的修为一辈子都无法更进一步 他也从来没有尝试过 尽情地挥洒灵力的感觉 身体里的灵力用一点少一点 后半生他几乎忘了自己还是个金丹修士 想做就做 伊仲章立即就盘坐下来 气沉丹田 集中意识去感应空气中的灵气 不过片刻 伊仲章就感觉到灵气蜂拥而至 没想到这具身体的资质意外的好 不笑片刻就成功地引气入体 他一个修炼了一百多年的修士 再次修炼再容易不过了 很快 他就从进入了炼气一层 身体越来越有力气 之前饥饿的不适感也渐渐消失了 不用担心灵气不够用的感觉 实在是太爽了 伊仲章根本就舍不得停下来 引导着灵气在经脉中运行 一圈又一圈 一个又一个的大周天 他的修为就这么从炼气一层 到了二层三层 一直到三层快要突破了 感觉到身体已经承受不住了 这才停了下来 看到自己一身污迹 伊仲章随手画了个清洁服 瞬间全身就变得干干净净的了 就连身上脏污得看不出来颜色的衣服也恢复了洁净 小伊安被赶出来的时间也不太久 身上还穿着爹娘在世时给做的衣服 衣服也没有破 这回他将凌乱的头发梳理一下 就看不出来是个流浪了 看着四面漏风的破房子 他的眉头皱了起来 他总觉得自己好像是忘了什么 哥哥 哥哥 我回来了 直到小姑娘的声音传来 伊仲章才一拍额头 他禁锢着修炼 居然把伊安的妹妹伊勒给忘了 小姑娘应该是看哥哥不舒服 出去找吃的去了 伊仲章站起身来 向门口看去 小姑娘怀里抱着一包东西跑了进来 伊仲章愣愣地看着小姑娘 清蕊 听到伊仲章的声音 小姑娘停了下来 瞪大眼睛看着他 伊仲章更加确定了 清蕊 小姑娘手一松 怀里的东西都掉到了地上 哥哥 仲章哥哥是你吗 两兄妹从小就有心灵感应 此时一对视 两人都明白了 眼前这人是自己的最亲的亲人 小姑娘猛地一冲 闯进伊仲章的怀里 两兄妹在生离死别百多年后 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 清蕊 我以为你魂飞魄散了 伊清蕊摇摇头 我当初也以为自己必死无疑 哥哥 原来我们不但是双生子 我们的魂魄也是相连的 伊清蕊头在哥哥怀里蹭了蹭 那次我替死之后 我以为我会消失了 但是我的意识 却依附到了你的魂魄之上 几十年下来 哥哥你又给我养出了一个完整的魂魄来 两兄妹重新相认 对伊仲章来说 简直就是新生 妹妹没有魂飞魄散 她的心结也就此解开 刚刚才修炼到炼气三层的她 就这么顿悟了 无数的灵气蜂拥而至 她就这么抱着伊清蕊修为一路上涨 从炼气三层一直到了炼气圆满 感觉到哥哥是在修炼 伊清蕊神色一动 也闭眼试着修炼起来 上辈子她不能修炼 但是从小她就跟在哥哥身边 怎么修炼她早就会了 后来她死了 魂魄也是跟在伊仲章的身边 可以说 两兄妹记得的会的 都相差无几 只修炼了一下 伊清蕊就惊喜地睁开了眼睛 上辈子她还挺遗憾自己不能修炼的 但是这辈子伊勒的身体资质十分的出众 她轻轻松松地就引气入体 进入了炼气气 成了一名修士 哥 伊清蕊睁开眼睛 语气里带着惊喜 不过看到伊崇章还在入定中 她懂事地闭上了嘴 乖乖地窝在哥哥的怀里一动不动 此时的清蕊感到无比的幸福 她和哥哥本就是双生 从小就有心灵感应 更是魂魄相连 他们就如同一个整体 却被硬生生地分开阴阳两隔上百年 此时她真实地窝在哥哥的怀中 是有温度有实体的 她默默地感谢上苍 让她和哥哥能够再次有拥抱的机会 无论上苍将她和哥哥带到这个世界来有什么目的 她一定会竭尽所能地完成使命 无论有多么辛苦 当然 再次和哥哥分开 那是不可能的 好一会 伊重张才睁开眼睛 立马就对上了妹妹亮晶晶的双眼 她太明白妹妹的感受了 她轻轻地用额头底上妹妹的 清蕊 我们再也不要分开了 好 哥哥 清蕊再也不要和你分开了 通过记忆 他们得知自己所在的地方叫做夷林 是个不太复数的小城 他们原本的家在城东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富裕的 至少吃穿不愁 而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城西 爹娘出世后 他们的家就被唐叔霸占了 另外 依安还偷听到 唐沈嘀咕着要把他们两兄妹卖掉 依安只能带着妹妹躲到了城西 其实他也知道 唐叔应该是知道他们在哪儿的 只是想让两兄妹吃够了苦头 自然会找回去 到时候 他们再把人给卖了 还能赚上一笔 不过现在嘛 伊重张已经是练气七元满了 虽然比起一般修士来说 也就刚刚入门的地步 但是对付普通人已经绰绰有余了 走吧 我们先回家 曾经那个是一安一乐的家的地方 失去了父母的庇佑 成了他们至死都渴望回去的地方 现在 他们兄妹来了 那么夺回一安一乐的家园 就成了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伊重张随手对妹妹释放了一个清洁咒 妹妹就立马变得干干净净的了 用手指当作梳子 帮妹妹扎好头发 两兄妹就这么往城东而去 此时的两人一身洁净 虽然头发还稍显凌乱 但是也不会让人当成流浪了 走到半路 一个小企儿向着他们跑来 一边跑一边哭着 不要咬阿英 小企儿的身后 是几只凶恶的野狗 伊重张眼神一鸣 修士的威压 对着野狗就罩了上去 野狗也是欺软怕硬的 立刻就夹着尾巴跑了 小企儿躲在墙角 看到野狗跑了 才小心地露出脑袋来 一张漂亮的脸蛋脏兮兮的 此时一双眼睛亮得惊人 哥哥你好厉害 小企儿露出大大的笑容 他每次被野狗追着咬的时候 从来都没有人帮他驱赶过 这还是第一次 看着小孩熟悉的眉眼 伊重张的神色 有一瞬间的恍惚 看一眼妹妹 明着眉显然也对这张脸 说不出的熟悉 伊重张 没事的 小弟弟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吗 我叫卫英 阿爹和阿娘都叫我阿英 卫英这个名字 如果惊雷一样 在两人的脑海响起 小企儿的眉眼 和记忆中那个人的相貌 完全对上了 两兄妹都见过那人年轻时的模样 和这年幼相比 完全就是等比例放大 两兄妹对视一眼 伊清蕊正想说什么 伊重张拉了拉妹妹 两兄妹默契无比 伊清蕊立即闭上了嘴巴 伊重张若无其事地开口道 好的 小弟弟以后要小心野狗哦 再见 伊重张手指藏在衣袖中 飞快的动作 一抹微光悄无声息地贴上了卫英 两兄妹对小孩挥了挥手 就离开了 卫英看着两兄妹走远 有些失落地搭拉下了肩膀 不过很快又振作起来 小哥哥真好 帮他赶了狗呢 一直走了很远 身后再也感受不到 那若有若无的目光后 伊清蕊才拉了拉哥哥 哥哥 怎么了 伊重张拉着妹妹的手 一切如常地往前走着 伊清蕊的耳边 却想起了哥哥的传音 有人在盯着卫英 是修士 不怀好意 伊清蕊立马想起了传音的方法 这些东西 他前世虽然没有实践过 但是理论知识都是有的 试了几次就传音成功了 伊清蕊问道 哥哥哥哥 那个真的是为前辈吗 我们穿越到前辈他们的世界来了 还回到了前辈小时候 伊重张 现在还不清楚 但是不管如何 刚刚那个卫英 我们不能不管 哥哥不是说有人盯着他吗 伊重张 嗯 所以我们需要想办法救出卫英 先回家再说 两个人身无分文 想要做什么都不行 回到自己的家 敲了门 前来开门的是那个恶毒的 想要卖掉两人的唐沈 看到两兄妹回来了 她的脸上露出得意的表情 进来吧 唐沈心里想着 什么时候去联系人牙子 这两孩子长得周正 一定能够卖个好价钱 伊重张走在后面 关好了门 两兄妹走进屋子 这套房子 就是他们原本的家 房子不小 有前后两进院子 厨房在后院 还有水井 算是东城比较好的人家了 所以这堂书一家 才会在一安一乐 爹娘死后上门霸占 不过伊重张从记忆中得知 兄妹的爹是很谨慎的人 家中的财物都藏得很好 也只有一安知道地点 想来 唐叔在这里住了一个月 还没有找到房契等物 赶走了唐叔一家 伊重张带着妹妹去了后院 大概是想要找他们家 藏起来的房契 后院的地都被唐叔家刨过一遍 简直是惨不忍睹 伊重张走到后院的假山 然后手伸进一个石洞里 里面有一块石头 伊重张对着石头按了下去 假山一开 露出一块石板来 伊重张从脖子里摸出 像是木头雕刻出来的小挂石 将挂石塞到了石板中心的凹陷处 伊清蕊看着哥哥的动作 才想起自己身上也有 这样一个小挂石 连忙取了下来 伊重张伸手接过 两个挂石刚刚好填满了石板上的凹陷 伊重张手在中心的位置一按 石板一开 露出一个洞口 两兄妹想着 这一安一乐的爹娘 绝对不是什么普通人 谁家普通人会有这么复杂的机关暗室啊 两兄妹进入暗室 没想到这暗室面积还不小 不过倒是挺深的 先是往下走了七八尺的梯子才是暗室 暗室应该是建在了房子下面 里面一根根立柱应该是跟上面房子的立柱是一起的 立柱上还有透气孔 所以这地下一点都不会气门 暗室的规格跟地面差不多 有好几个房间 甚至还有厨房 洗漱室厕所 另外 书房练工房 库房都有 两兄妹的猜测果然不错 他们那便宜仙人 果然不是普通人 祖父祖母应该是修士 不知为何隐居在了怡陵 可惜儿子没有修炼自治 只能做个普通人 这个暗室是他们留给后人的底气 两兄妹的爹也是个嘴言的 从来没有提过自己爹娘是修士的事 甚至他们的那些隔房的堂兄弟 都不知道他们家的嫡系 库房里 不但这栋房子的房契 还有一些他们家的产业 各处铺子 以及一些下人的生气 另外有法宝零件若干 金银财宝若干 各种修炼资源若干 两兄妹的祖父祖母在世的时候 应当是相当的富有 有了这些东西 依仲章知道他们兄妹修炼结丹都够了 看着这个藏在地下的暗室 依仲章也对救出魏英有了想法 前世的时候 虽然他们都是金丹修士 但是那个世界并没有更多的灵气 他们只能潜心专研一些旁门左道 为前辈最厉害的本事就是符咒之术 他的凌空画幅 蓝前辈说过 就算是拿到他们前世 也是让整个仙门振动的存在 依仲章学自卫前辈的手段 哪怕他现在只有练气修为 但是在这个仙门也足够自保了 为前辈常常感叹 他这一生将修行研究了个透彻 他的这些成果要是能够带回曾经的世界 将会引起整个世界的一场变革 如今 虽然还有些不确定 是不是为前辈他们原来的那个世界 依仲章心里隐隐有种感觉 他们就是来到了这样一个世界 来到了前辈们还年幼的时候 他脑海中的知识 集合了为前辈一辈子的研究成果 想到被他做了标记的小卫英 那个疑似前辈幼年的小孩 依仲章摸着胸口 那里剧烈地跳动着 老天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了 他好像知道他的任务了 库房里有不少东西 都是适合修饰使用的 依仲章找到一些空白的符纸 找出朱纱等一些药物 制作出了颜料 依仲章的符咒 是受过为前辈的指导的 在他们原本的世界 灵力匮乏都能够发挥最好的效果 到了这个世界 有了灵力 依仲章很快就画出了满意的符咒 要说还是有灵力好呢 这画出来的符咒效果 是前所未有的强悍 画出了足够多的符咒 依仲章并没有让妹妹出来 而是继续在暗室里待着 她自己离开暗室 将机关原样复原好 她在自己的身上用了脸膝符 走出门外 将大门用符咒设了结界 然后飞快地往之前打下的标记点而去 之前是白天 两兄妹在暗室里待了许久 这会已经是深夜 来到标记点附近 依仲章谨慎地停了下来 白天的时候就发现了魏英附近有修士在盯烧 她一定得小心的 虽然现在是晚上 也不敢保证没有人在盯着 往自己身上贴了一张隐身符 在这种时候 她不得不感谢魏前辈的本事 只要是她能够想象出来的各种作用的符咒 她都能研究出来 虽然在那个世界 这些符咒的效果差强人意 但是到了这里 依仲章才知道魏前辈是多么的强 有着脸膝符和隐身符 依仲章大摇大摆地往魏英所在的方向走去 魏英此时正窝在一处墙角里睡觉 小小的人缩在墙角的草堆里 依仲章在四周查看了一圈 在外面的一棵树上发现了两个修士 大概是看到小孩已经睡着了 那树上的修士呼吸缓慢均匀 依仲章猜测可能睡着了 侦查好了环境 依仲章来到魏英面前 小孩子睡得正香 现在时间已经进入了初秋 夜里已经有些寒凉了 小孩十分聪明 把整个身子都藏在草堆里 也不会那么冷 不过小孩身上的衣裳单薄 再过些日子 怕是不那么好过了 依仲章再次感谢 为前辈的无私教导 他用了一张米相符咒 贴在草堆里 在别人看来 小孩子依然躺在草堆里 这张符咒的时效还挺久的 只要没有人动 就会让人以为 那里一直有个小孩子躺着 但是一旦有人走过去 动了草堆 符咒立马就会失效 原地就只有一堆干草了 轻轻地点了小孩的睡觉 主要是怕小孩在半路醒来 发出声音 依仲章又给小孩贴了脸西服和隐身服 他现在不敢保证 小孩身上有没有被人种下什么标记 还是先把人带回去 再好好地检查为妙 将小孩抱起 虽然依仲章现在的年纪 也不比卫英大上多少 但是他已经是练气地修饰了 还是能抱得动的 抱着孩子一路小跑 就算离开了修饰钉梢的范围 他也谨慎地没有去掉符咒 想起之前那些恶狗 依仲章还在城里饶了好几个圈 依仲章一夜未眠 终于在卯食天色大亮前 将卫英身上的印记解开了 为了防止被发现 他又去了外面 将暗示的出口设了脸西的阵法 这些来自卫前辈的本事 就算是更厉害的金丹修饰来了 一众章都有信心 不会被发现 而此时 守着卫英的两个修饰 都还没有发现不对劲 两人在树上还聊开了 哎 这日子真不是人过的 一个小崽子有什么好盯的 你老实点吧 宗主交代下来的是 把人看丢了我们就惨了 哎 这小崽子怎么还没醒啊 一个修饰嘴里嘀咕着 另外一个修饰一机灵 不会是那个小崽子病了吧 走 去看看 两人见小孩一直躺在草堆里 觉得有些不对劲 两人下了树 往草堆走近 到了墙角 用脚踢了踢草堆 走近了才发现 哪里有什么小孩 之前他们在树上看到的 黑黑的以为是小孩头的地方 现在一看 不过是墙上的一块乌迹 两个修饰面面相去 眼里都流露出震惊 他们一晚上都在附近守着 虽然说也打了瞌睡 但是小孩什么时候离开的他们 是真的不曾察觉 快 去把狗牵来 很快 几只恶狗都被牵了过来 原地倒是留下了小孩的一些 气味 饿狗也不懂得分辨新旧气息 这一天 饿狗就带着两人 在宜林城里四处打转 还是一无所获 等到两人想起小孩身上的印记 那印记早就被消除了 根本就找不到任何的痕迹 两个修饰给吓坏了 这要怎么跟宗主交代才好 宗主再三叮嘱 一定要好好地盯着这个孩子 现在怎么办 把人给搞丢了 宗主不会杀了我们吧 另外一个修饰沉默不语 这还真的说不准 别看他们宗主平时对外十分和善 他们这下手下 亲信才知道 宗主是多么的心狠手辣 这要是把宗主交代的事情搞砸了 他们的小命估计也就交代在这里了 要不我们逃吧 逃? 往哪儿逃? 宗主虽然不是最大的家族 但是势力也不小 你想一辈子东躲西藏的吗? 那现在怎么办? 这小宅子去哪儿了? 另外一个修饰 看样子要机灵得多 这样 你先在这里守着 我去想想办法 你不是要逃跑吧? 鬼扯 你好好看着 我去找个小宅子来 另外一个修饰 比较有成算 很快就想好了注意 他打算去大城 找人牙子 买个长得漂亮还机灵的孩子 当然还要资质好 这样的孩子虽然少 但是在大城里应该不难找到 修饰转头就去了一个大城 在人牙子那里说了要求 要长得漂亮的男孩 还得年纪在四五岁左右 而另外一个修饰 在宜林城里找了又找 心急如焚的等着伙伴的归来 期间还收到了宗主的来信 询问小孩的情况 修饰不敢告诉宗主孩子 被他们弄丢了 只能回一切正常 给蒙混了过去 另一个修饰在大城里 看了好几十个小孩子 最终选出了一个 长得和卫英有些相似 年纪差不多的小孩 不过这孩子病得不轻 应该是活不久了 人牙子原本也是没想 用这孩子来充数的 但是这人对小孩子的相貌 要求很高 他觉得这个短命 诡异张脸还能看 也就带了过来充数 还别说 这小孩子猛的一看 就和那卫英很是相像 修饰大喜 花了点银子 就把小孩买了去 将人带到宜林 两个修饰见这孩子 的确是和那卫英有几分相似 再打扮成衣衫蓝绿 头发凌乱 猛的一看 足以以假乱真 不过小孩病得挺严重的 两个修饰一边把小孩打扮成乞丐 一边每天好吃好喝的供着 每天还给小孩熬药 不是他们不想不管小孩 而是时间太短 要是这么快就死了 宗主来了 说不定就能够发觉 小孩子被换了 还是拖个一年半载的 再告诉宗主小孩子得了病 那个时候 怕是宗主也认不出 这孩子是不是原来那个卫英了 两个修饰不知道 他们的一举一动 都被医众张看在眼里 原本他还对那个替身的小孩 充满了愧疚 等半夜来看过之后 就发现这孩子身患不治之症 需要用好药养着 这多活一天都是捡来的 那两修饰 怕这孩子早早就死了 对他还不错 能吃饱穿暖 虽然看着是个乞丐 处境不好 但是小孩并没有受什么苦 一中章也就放弃了 带走这个孩子的想法 毕竟他就未应 也不能让别的孩子 无辜受害不适 他也明白了两个修饰的打算 这样也好 大不了小孩子了 他好好给人家超度一下 祝福他下辈子有个好身体 能够投生个好人家就是了 魏英一夜睡得香甜 在梦里 他似乎再次见到了爹娘 被娘亲抱在怀里 那么的温暖那么的宁静 睁开眼睛 梦里的温暖都没有退去 魏英呆愣愣地看着头顶 是淡蓝色的床杖 而不是天空 他记得自己怕冷 所以把自己埋在草堆里睡觉 而现在身下是软软的触感 身上盖着的 也是布料柔软又轻又暖的棉被 他惊讶地坐了起来 发现自己也被人收拾过了 穿着干净的礼衣 半长的头发披散着 他甚至能够闻到 自己身上清新的味道 这时又被人收养了 其实他已经被收养过好几次了 但是每次都不超过两三天 就会被赶出来 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 没有肯收留他了 就连原来对他和颜悦色 十分照顾他的那些叔叔伯伯 一一婶婶的 见了他也都假装看不见的样子 他想不明白 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好像大家都很害怕他讨厌他的样子 这一次是不是还是像从前一样 嘎吱一声 门被打开的声音 魏英抬起头 就见一个小男孩身后跟着小女孩走了进来 哥哥 是你 魏英开心地笑了起来 是昨天帮他赶走恶狗的哥哥 他还以为哥哥也很讨厌他呢 醒了呀 爱英饿不饿 魏英还没有开口 肚子就十分配合地发出了咕噜噜的响声 魏英不好意思地红了脸 那小哥哥却像没听到一样 起来吧 我们都还没吃早饭呢 等你一起的 确定了眼前的魏英就是那个人 两兄妹的眼神更加的柔和了 小姑娘摸摸魏英的头说道 阿英 我叫伊勒 自清蕊 不过你可以叫我香叶姐姐哦 香叶姐姐 也是你的名字吗 伊勒地点头 两兄妹昨晚就商量好了 入乡随俗 以后他们还是用一安伊勒的名字 以后长大了 对外再用崇章和清蕊做字 伊勒的脸上有点怀念 对 香叶也是我的名字 是一个很厉害很好的人给我取的名字 只有阿英可以这么叫哦 听到这是自己的专属称呼 魏英的脸上露出开心的神色来 他又问 一安哥哥 我这是在哪儿 是哥哥带我来这里的吗 一安点点头 嗯 这是我们的家 我晚上趁你睡着的时候 把你抱回来的 魏英有些不解 为什么白天的时候不理他 要晚上把他抱回来 一安并不打算瞒着魏英 而是将实情告诉了他 因为我发现 有坏人在暗中盯着你 所以我只能晚上把你偷回来 那些坏人应该就是放狗咬你的人 我记得 一林以前没有狗的 魏英小朋友的脸上满是震惊 啊 有坏人 为什么呀 一安开始给魏英说明厉害关系 你在一林做小乞丐 是不是很可怜 吃不饱穿不暖 又还要被狗咬 吃了很多很多苦 将来有个人突然出来告诉你 他是你爹娘的朋友 他找了你好久好久 要带你回家 你会怎么样 小孩子很聪明 他想象了一下 不是以后 就算是现在有这样一个人 他也会乖乖的跟人走的 我会很高兴 很感激他 会跟他回家 一安点点头 对 你会跟他回家 他让你能吃饱穿暖 你会很感谢他 然后他让你做什么 你都会愿意对不对 嗯 爹说过要知恩图报 一安 可是你爹的朋友是个大家主 他的手底下 有很多很多的人 他也知道你在一林 你在一林这么久了 随便在街上问个人都知道 有你这么个小乞丐 你说他一个有很多很多人手下的大家主 为什么找不到你 他不想找我 一安摇摇头 也可能是他早就找到你了 就是想看你吃苦 让你看到狗就害怕 为什么呀 你不是说他是我爹的朋友吗 因为你越可怜 他来带你离开你 就会越感恩啊 为他们家当牛做马 甚至是贡献你这条命 魏英低着头想了好一会 一安哥哥 你是说 有一个坏家主 他让手下盯着我 放狗咬我 让我很可怜很害怕 然后他再出来救我 我就会乖乖跟他走 心里还会很感激他 一安 对 你想啊 如果五年后 突然出现个人 对你说 找了你好多年 你受苦了 要带你回去过好日子 魏英有些纠结 可是 如果好多年后 他怎么认出来我的呢 我都长大了呀 一乐 是呀 你说 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个人 有天看见你 就叫你挨英 然后说找了你很久很久 你敢不敢动 魏英连忙摇头 不敢动不敢动 肯定是坏人 一直盯着我才知道我长什么样 魏英突然想起来 一安哥哥 你说有坏人 那你把我偷走了 他们会不会找我 一安肯定的点点头 会 魏英脸上交集起来 那怎么办 他突然想起来 之前被人收养 一开始那些人也是对他很好的 却在第二天突然就对他变了脸 之前他想不明白 现在一安哥哥跟他说了 他自己就想明白了 不是那些人不想收养他 而是坏人不许 他怕坏人找到一安哥哥 也不许一安哥哥对他好 一乐安慰地拍拍魏英的头 没事 我哥哥会保护你的 一安也说 阿英不用怕 不过这些日子 你先不要出门 我教你修炼 我会看着 等那些坏人不找你了 我再想办法让你出来 一乐 阿英你不要急啊 我会陪着你的 我们现在躲在这里很安全 别人找不到的 吃过饭后 两兄妹带着魏英在暗室里转了一圈 然后告诉他这事在地底下 别人都找不到 不过要委屈 魏英藏一段时间了 魏英一点都不觉得委屈 这里能够吃饱 能够穿好的衣服 睡觉有床 还有香叶姐姐陪着他 他开心还来不及呢 这天后 魏英就跟一乐住在暗室 但是 没事的时候 一乐就教魏英认字 这个世界的字体 是和他小时候学的字一样的 所以难不倒一乐 一安则回到地面 开始处理事情 他还是个孩子 处理事情不太方便 于是他拿出暗室中的生气 把人召集了来 这些都是些普通人 一安只要稍微显露自己的修饰身份 这些人就老实了 不过他并不能就这么放心 将这些人的身上都打上主仆印记 这才放心让人做事 不要说什么 一安是从现代社会来的 更能理解人权 他从小就是富庶之家 虽然老了被批斗 但是他从小的教育就是这样的 他不觉得自己这样有什么错 而且他们现在都是孩子 还有暗中有个不怀好意的家族 行事更应该谨慎 只有很下心 他们才能多一份安全 有了人可用 这院子就多了些人 有了一个管家 还有一个护院 还有主犯的婆子 照顾妹妹的丫头 她和魏英也都配了使唤的小丝 这些人都是签订了主仆契约的 绝对不会背叛 这样一来 这个家算是被撑起来了 有了大人 他们两小兄妹 就不会显得那么好欺负了 不过现阶段 伊安并没有让妹妹和魏英出暗室 后院也是仆人们的禁地 他悄悄地盯着仪林那钉梢的修饰 想着 是不是什么时候换个地方住 他们现在的实力 还不足以和某人抗衡 如果那人发现 手下李戴桃江的手段 一定会在仪林四处搜查的 虽然他能够保证魏英的安全 但是总不能让他一直在暗室里待着吧 不见天日的日子 十天八天还行 这时间长了 谁受得了啊 处理掉了家中的其他产业 只留下这套老宅 然后伊安就提前派了人先去姑苏那边置业 虽然伊安知道 那两位修士找了个替身 但是绝对还会盯着这一凌晨进出的人的 所以魏英不能直接就这么走出去 不然一定会被发现的 等到都安排得差不多了后 伊安才让妹妹和魏英从暗室里出来 他给妹妹和魏英都带上了一块玉佩 这是一种模仿服 当然也是出自魏前辈的发明创造 伊勒带的是魔服 魏英就是仿佛 只见伊勒将玉佛激活 然后魏英就在两人的注视下 变成了一个和伊勒一模一样的女孩子 伊安和伊勒是双生子 本身就长得十分的相似 现在又多了个魏英 三个人站在一起 几乎一样的小脸十分的引人注目 收拾好家当后 就让仆人准备了马车 几个包袱装了几人的衣服 一床棉被 一个要枕头 那枕头是被伊安特殊处理过的 里面装着的是一个一个各种药草的香囊 这些香囊中就藏着储物袋 就算有人发现问题 想要检查这些东西 储物袋的口子也是被封印的 只能看到口子里的药材 伊安是准备的十分充足了 坐着马车往宜林城外走去 他知道那修士会查 却没想到会这么的明目张胆 一个修士就站在城门口 这路过的行人 只要有小孩 他都会仔细地看上一看 这种马车 他也会拦住检查一下车中可藏有孩子 一家的仆人赶着马车到了城门口 就被拦住了 那人是修士 虽然这进出的人都有些微词 到底不敢对修士有意见 慢着 这马车里是什么人啊 要去哪儿 仆人早就被交代清楚了 于是也不慌张 回先师 这是我家少爷小姐 要去他们外祖父家 为长辈过寿城 要往兰林去 祸 这么远啊 你家少爷小姐多大了 打开车门看看 仆人虽然有些不快 但还是将车门打开了 门一开 三张几乎一样的小脸蛋就露了出来 那修士都吓了一跳 哎呀 这么多小孩 仆人面上有些得色 先师 我家夫人生的 可是三胞胎 一个男孩两个女孩 修士仔细看了三个小孩的脸 找不到跟未应相似的半点痕迹 那个男孩要高一些 两个小女娃娃一样高 模样更是分不出谁是谁 修士又看了一下马车里的东西 一目了然 只有包袱还有棉被之类的 明显是藏不下人 这才挥挥手放了人离开 走出夷林后 仆人赶着马车 还是按照正常的速度 不紧不慢地走着 走了一天后 到了京门 然后三姐弟下了马车 改走了水路 坐船路过云梦 然后到达姑苏 再继续往下 最终才到了采医镇 采医镇这边 一安早就派人安排好了 他们上了岸 就能直接到新家入住了 新家比原来在夷林的家要大些 是个三进的院子 前院座待客和家中仆从住所 后面中间一进 他们兄妹三人一起住 院子不小 一人一个小套间 刚刚好住下 后院一安让仆从腾空出来 以后慢慢地改建成练武场 还有修炼室 以及练器室等等功能房 有着足够的钱财 除了带过来的仆人 之后在采医镇又买了一批仆人 有主仆契约在 虽然这新来的衣服没有一个大人 但是出面理事的有管家 在这边住了一段时间 都没人知道 这家的主子只是三个不满十岁的孩子 搬来新的地方居住 算是彻底摆脱了 未应在夷林潜在的危险 留在夷林守着老宅的仆人 时常也会写信来将夷林的消息告知于他们 那被修士找来的小孩病得严重 两个修士再怎么精细养护 这到了冬天日子就难过起来 等到那家主心血来潮来夷林看那孩子的时候 就只看到那孩子在破庙里病入膏肓的样子了 人还没带回去 那孩子就吐血死了 那天 夷林好多百姓都去看了 据说那家主抱着孩子的尸体 哭得不能自己 说自己来晚了 才找到故人之人 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 孩子得了重病死了 后来听说那家主回家之后 大病一场 不少人都夸奖这位家主 有情有义呢 同时也为那孩子可怜 眼看着就被找回去 要过好日子了 谁知道会在这个时候得重病死了呢 说到死亡 一安突然想到一件事 连忙火急火燎的网夷林写了信 一安心中难安 他回来之后 就只记得关注魏英 差点把自家老祖宗的事给忘了 他们一姓这一支 是当初逃亡穿越异室的温怨的后人 他们原本应该也是姓温的 不过一安并不打算改姓 再说 他重生的也是一家 这姓就挺好 也就不打算改了 驻扎在夷林的齐皇一脉 这天族长温如希收到了一封匿名的书信 只知道这信是从很远之处寄来 却不知是何人寄来 书信中只有短短几行字 齐山温明处有灵药圣光赤 可用炎阳花与齐交换 并让温如希切不可出门采药 这事还是当初温情告诉温怨的 说自己的父亲在他小时候出门采药 却一去不回 他和温宁从很小就没了父亲 父亲需要的那位灵药 在不久后才知道齐山上有一位族亲就有 还特地来齐皇交换炎阳花 可惜那个时候父亲已经去了 若是早些来他们也不会年幼就是户了 他的医术有父亲亲自教导的话 说不定还能更上一个层次 这些内容都是记在温怨的生平日志中的 一中章在翻阅祖宗留下来的东西的时候 他就记下了 现在来到这个世界 那温情先祖的父亲应该还没有出意外 把这消息传给齐皇一支 说不定也能改变些命运的走向 依安想到先祖留下的那些医书 他想着要不什么时候都没下来 然后送到齐皇去 收到信的温如希挺震惊的 他的儿子温宁先天有些不足 容易招惹邪碎 本是天赋极高的 受了不足之症的影响平庸了许多 因为收到匿名来信 温如希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急忙忙的就上了齐山 顺利的换到了需要的灵药 凑齐了灵药后 温如希就开始给儿子治疗 他的医术还是不错的 很快温宁身上的先天不足 便被填补上了 而温情也跟在父亲的身边 接受父亲的教导 他的医术在上一世 都是在父亲死后 自己看医术学来的 就这样还能够成为 先门有名号的一线 就足以说明温情的天赋有多好了 这一次有了父亲的言传身教 恐怕温情的医术 也会突破到一个新的高度 特别是在上一次 收到匿名信件半年后 温如希又收到了一个匿名的包裹 包裹里装着的只是一件普通的衣物 温如希仔细查看后 才在衣服的夹层中找到一个储物袋 储物袋中是满满一袋子的衣书 这些衣书字迹鲜明 一看就是最近时间抄写出来的 而那些字迹怎么说呢 像一个多年写书法的老者 但是那字迹又透露出一些些违和 就好像这人的手太小握着笔又有些大 总之挺怪的 一安上辈子写了一辈子毛笔字 这抄写衣书肯定是难不倒他的 他修行入门了 这写字的力度也是够的 只是他这个新的身体年纪不大 这小手握笔到底是有点不习惯 跟原来的手感有了些许差别 要说这世人都向往修行呢 这原神强大了 记忆力就很不错 即使一众张上辈子没有对医术进行专研 但是他也能把家中传下来的几箱子衣书 一字不漏地背了下来 整整半年 抄写这些医书可把他累坏了 为了不浪费时间 他还一边抄书一边教魏英认字 别人启蒙用的是签字文百家信这些 魏英启蒙 一开始依乐用修行功法教他认字 现在搬到彩衣镇后 一安用医书教他认字 魏英本就是个天才 脑子聪明无人能比 过目不忘都是基本操作 所以跟着一安学习半年 他不但学会了十字 这一箱子的医书也给被毁了 一安见魏英这么好教 干脆让他自己练字 布置的任务就是让他把这些医书在墨写出来 一安也带着妹妹每日在书房抄书 他上辈子学的那些东西 都用笔记录下来 一个是为了方便以后魏英学习 二一个就是从那个世界来的人都相信一些俗语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他也怕时间久了 上辈子那些记忆都模糊了 所以趁着这会记忆还十分的鲜明 把脑子里的东西全部都腾抄出来 在魏英眼里 这个新任的大哥和姐姐都是很厉害的人 他们虽然比他大不了多少 但是他们却知道很多东西 看着大哥和姐姐一点一点的把书房填满 他也有了新的志向 他要把书房里所有的东西都学会 这样才不枉大哥姐姐辛苦一场 这么多书呢 陆陆续续的抄写下来 耗时有一年的时间了 这一年里 一安并没有让魏英修炼 只是让他学习了理论知识 魏英流浪了那么久 身体还是受了不少的损伤 一年的时间里 一安都在调养魏英的身体 魏英用一年的时间 把理论知识学得十分的扎实 一年期满 他的身体也调养到了最佳状态 一安一说可以修炼了 魏英都没让大哥知道 就自己入了定 开始了引气入体 魏英本就天赋卓绝 加上一安这一年来 细心的调养不说 还将修炼要注意到的问题 都给魏英讲解明白了 小孩子修炼 最怕的就是一些操作上的事物 不但会走弯路不说 还容易受伤 先门一般都会在孩子七八岁才让其修炼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魏英今年大概有六岁了的样子 这一年来 他已经无数次用意识模拟修炼过程了 也可能是没有父母的孩子早会吧 总之 他的修炼十分的顺利 让担忧不已的一安一乐松了口气 虽然早知魏英聪明 但他到底还是个孩子 一安一乐却没察觉到 他们俩也就比魏英大个半岁一岁的样子 却在不知不觉间 把魏英当成儿子再养了 彩一镇是兰家仙府山脚下的镇子 整个小镇的治安良好 路不时一夜不庇护 大概是受兰家的影响 这镇上的人也颇有些君子之风 一安带着妹妹和弟弟来到这里 也有了一年的光景了 怡林那位家主怎么做秀是他的事 就算是在兰家的辖区 他也是没有放松警惕的 一年的时光 魏英早已经长变了模样 原先流浪的时候 他是又矮小又瘦弱 一张小脸是尖尖的 一双大眼睛好似占了一半 这一年 魏英在家里待着 好吃好喝的养着 脸蛋上终于是有了些肉了 带着婴儿肥的小脸 又白又嫩 像个小包子 让人看了之后 都忍不住想咬伤一口 个子也拔高了许多 原本还跟伊勒差不多的个子 现在长高了些 已经隐隐有超过伊勒的架势了 伊安挺有成就感的 现在的魏英 就算他爹娘回来了 估计都要辨认许久 估计就算是站在某人面前 也不敢认了吧 夷林那边 伊安一直派有仆人盯着 也不知道那两修士整出来的 李戴桃江之计 那人有没有过怀疑 虽然仙门中有消息说了 某家主找故人之子找了一两年 刚刚找到孩子 却重病死了 那家主还大病一场 被人称赞有情有义 谨慎起见 伊安暂时也没让魏英用自己的名字 而是对外称 魏英是他们的弟弟 名字叫做伊明 老祖宗的名字 借来用一下 应该不会介意的哈 也不怪伊安过度谨慎 他从前在现代社会 因为身负邪恶 行事自然是万分谨慎 一朝穿越 这个世界对他们来说 充满了不可预知的危险 伊安时常怕自己做得不够周全 在没有绝对的实力之前 他要保护好妹妹 还有魏英 容不得他出任何的差错 魏英能够修炼后 伊安总算松了口 解了尽他们三个小孩 也终于可以出门了 周围住着的百姓 这衣服搬来一年多了 这才知道这家还有三个娃娃 终于能够出门了 魏英跟在哥哥姐姐的身后 另外身后还有小丝照看着 当初来到彩衣镇他们就直接回了家 这镇上什么样子 他还没有看过呢 小镇占地不大 一条水道将小镇一分为二 水道并没有影响到小镇的繁华 反而让小镇更加有特色 水道不算窄 期间各种小贩载着货物乘着小船 在水道来往吆喝 岸上的人只要招招手 小船就会靠向岸边 向行人都受货物 当然走累了也可以坐一艘小船 这水道里的摊贩 有卖小吃的卖水果的 也有卖好玩的 可以坐在船上 一边吃一边玩 还能游览整个小镇 痛痛快快地在小镇上玩了个遍 魏英老实地回家继续修行了 出门不再受限制 他也时常会跑到外面玩 渐渐地镇子上的人也都认识他了 毕竟魏英长得十分可爱 让人见过之后就很难忘记 小镇子也被魏英混熟了 有时候他独自也能出门了 不过伊安说了 出门可以 任何时候都不能丢下照顾他的小丝 这天是端午节 用过早膳后 魏英就带着小丝蹦蹦跳跳地出门了 因为是过节 小镇上的人特别地多 魏英摸摸怀里的银钱 打定主意 要去给哥哥姐姐买礼物 而且这么多人 应该也挺好玩的 虽然人多 但是小丝也是训练有素的 并没有发生什么 被挤得和魏英冲散了的狗血事件 不过别人家的小孩 倒是发生了这样的情况 这不 魏英突然看到一个 跟他差不多年纪的小男孩 正呆呆地站在人群中 被人挤来挤去 魏英觉得 那个小哥哥脸红通通的 看起来就很不对劲 于是 在那小孩要被人击倒的时候 他冲过去 拉住小孩的手 就开始闪躲人群 小男孩愣了一下 下意识地要甩开 却见是个比他还小的小朋友 便也没有在挣扎 而是顺着他的力道 跟着往前走 很快 两人就挤出了人群 站到了人少的街角 小哥哥 你没事吧 你怎么这么傻呢 站着不动 等下被人挤倒了 你会被人踩扁的 魏英觉得这个小哥哥太不省心了 一定要好好地吓吓他 多谢 蓝湛忍着难受向小朋友道谢 我叫魏 伊宁 小哥哥 你叫什么 魏伊宁 我叫蓝湛 魏英纠结了一下 我不叫魏伊宁了 我叫魏英 不可以告诉别人哦 有人的时候要叫我伊宁 为何 蓝湛有点好奇 怎么有人会有两个名字呢 还是完全不同的姓 魏英 因为哥哥说有坏人 不可以说自己的真名 蓝湛有些无语 那你还告诉我 就不怕我是坏人了吗 魏英大概是看出了蓝湛是什么意思 蓝湛哥哥才不是坏人呢 你这么好看 被人直白地夸奖 蓝湛的耳朵可疑地红了起来 魏英弟弟也好看 不过 此时他的脸有些不正常的潮红 害羞了也看不出来 好似终于想起小哥哥的不对劲 魏英伸出手在蓝湛的额头上摸了摸 呀 蓝湛哥哥你好烫 你生病了 蓝湛眨了眨眼睛 他知道自己是病了 叔父说他寒气入体 引发了寒症 这一年来时不时的就发热 每次发病的时候 他就像是掉进了冰窖里一般 难受得要命 垂下眼睛 蓝湛 没事 都习惯了 魏英十分的不赞同 怎么能习惯呢 这是生病了 走 小哥哥你跟我回家去 说着魏英就去拉蓝湛的手 要把人带回自己的家 蓝湛当然不能同意 魏英拉不动 嗯 蓝湛 不可以乱走 叔父会找我的 魏英 哎呀 没关系的 我让人帮你带个话 说着魏英 就喊了街边卖炊饼的婆婆 蔡婆婆 我带这个小哥哥去我家了 要是有人找你 跟人说下去了一家了 蔡婆婆看了一眼两个小朋友 哦 是蓝家的公子呢 我知道了 就说去一家找对吧 嗯 谢谢蔡婆婆 我明天还来买你的饼 好好好 小一鸣真乖 婆婆给你留最大的 魏英交代好后 这才看向蓝湛 你看 现在可以了吧 我家就在不远 你家里人能找到的 蓝湛小朋友也没有多少经验 小人贩子魏英 轻松的就把蓝湛给拐走了 也可能是蓝湛这会发烧 有些晕呼的关系 拉着蓝湛滚烫的手 魏英一回到家 刚刚推开门他就叫开了 哥哥 姐姐 快来啊 怎么了 怎么了 听到魏英交集的声音 一安一乐火烧眉毛地跑了出来 就见到他们的魏英弟弟正牵着一个小朋友的手 一安还没问出这是谁 就听到魏英说 哥 蓝湛哥哥在发烧 他生病了 快给他看看 蓝湛 这是蓝湛 一安飞快地跑过去 盯着蓝湛的小脸蛋 果然 相貌优越的人 从小就好看 都是等比例放大的人 这张脸和记忆中蓝前辈的脸重合了 一安喜出望外 想不到这么快就见到蓝前辈幼年形态了 想起魏英说蓝湛在发烧 他连忙伸手给蓝湛把脉 这一把脉他就皱起了眉头 蓝湛的体内 一股寒气正在横冲直撞 破坏着蓝湛的经脉 一安想起来 两位前辈还是魂魄状态的时候 就说起过蓝前辈生前体质的问题 好像是说蓝湛原本是吉阳之体 但是蓝家的功法却是带着寒属性的功法 蓝前辈小时候有寒症 是靠着无数的灵药 还有蓝家的冷泉寒痰 以寒止寒才治好的 但是如此一来 他的吉阳体质就被破坏了 不然蓝前辈生前的成就绝对不止如此 后来两人打算去往生 为前辈怕再发生这样的情况 万一蓝前辈转生又是前世一样的体质呢 再修蓝家的功法就不合适了 两人都是几百年的老鬼了 无数的年岁 他们都在进行着学术的研究 这会编写一部全新的功法 完全是小问题 于是 两人根据蓝前辈前世的体质 编写了一部十分有针对性的功法 巧合的是 魏前辈也是万中无一的吉阴体质 他修的更是活属性功法 两人的功法可以说都不是适合他们的 于是就有了两部新功法的诞生 魏英现在修炼的功法就是前世为前辈 和蓝前辈一起编写的玄机华月经 伊安还知道一部玄机要日经 现在蓝战的情况并不好 这样下去 这些寒气还是会破坏他原本的体质 伊安意外地发现蓝战的身上并没有修炼的痕迹 这阵和他意 连忙将蓝战和魏英一起带到后院 然后将后院的阵法都开启 练功房的结界也设好 让伊勒护法 他带着蓝战和魏英一起修炼 他让蓝战和魏英相对而做 魏英的手掌对上蓝战的手掌 他对蓝战说 蓝战 我现在要教你一种功法 我带着你修炼 你体内的这些寒气会被魏英引过去 你不要反抗 你放心 这寒气不会伤害到阿英 只会对它有好处 他又叮嘱魏英 阿英 你想就蓝战的话 还记得玄机华月经第十三章的内容吗 引寒气入体炼化 有把握吗 说到修炼 魏英很是严肃 虽然他修炼的时间不久 但是自己修炼的功法 早就被的滚瓜烂熟 这其中的一些法术也早就会了 点点头 还不忘安慰蓝战 蓝战哥哥 我帮你 我很厉害的 你很快就好了 要是有外人在 看到一屋子都不满十岁的小孩子 在干这样的事 估计要下的魂都掉了 不过 依安是小孩身成人心 他开始用传音 对蓝战传授玄机要日经功法 背诵一遍后 开始详细的讲解 魏英知道这个过程有点长 就双手抵着蓝战的手 把他身上的寒气往自己身上引 要换个人来 想要引出蓝战身上的寒气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就算是温弱寒来了 也不一定能够做到 但是魏英的体质特殊 蓝战体内的寒气 本就和他的体质相冲 而魏英的体质恰恰相反 寒气遇到魏英 就慢慢的被吸引 一点点的往蓝战的手掌聚集过去 当第一丝寒气 进入魏英体内的时候 他忍不住打了个冷战 随即他就红了眼 蓝战哥哥好可怜 只是一丝寒气都这么冷了 经脉中满满的寒气 蓝战哥哥该有多么的难受啊 这回蓝战正全身心的 跟着一安学功法 这也是一个敢教一个敢学 旁边还有一个寒气感系 虽然一开始被冷到了 魏英运起功法 很快就将那一丝寒气炼化了 这回不但不觉得冷 还觉得分外的舒服 修为也上涨了一丝 一阴一阳两部功法本 就是相辅相成的 这边魏英尝到了甜头 开始加快了吸收寒气的速度 一开始是一丝的尝试 后来越来越多的寒气 被他引入体内 体内的灵力带着寒气 在经脉中运行到飞起 这边蓝战也已经将功法学完了 开始在一安的带领下 试着运转气息 一丝微弱的气息 小心翼翼的在经脉中运行 这回寒气都开始被引走了 这丝气息 并没有遇到什么阻碍 磕磕绊绊的运转一周后 从丹田生起来的一股暖意 几乎让蓝战舒服地溃探出来 一安紧紧地盯着蓝战的动作 见他终于顺利地将气息运转一周 忙不迭地夸奖蓝战真棒 继续 一安撤回放在蓝战背上的手 坐在旁边给两个孩子护发 蓝战和魏英这一修炼 入定就是整整七天 却不知道外面找蓝战都要找疯了 在彩衣镇的街上问了不少人 本来这蓝战就是附近的助手仙门 这彩衣镇上 也时常有穿着蓝氏夹袍的人来来去去 也许刚刚来彩衣镇的人 看到蓝战人还会稀奇一阵 但常住在此的居民早就习惯了 根本就不会去多注意 大概是蓝战人也没有遇到过这种事吧 毕竟蓝战穿着蓝氏夹袍戴着抹额 怎么会有人敢胆大包天地带走他呢 蓝家在这里几百年下来 还真没有发生过蓝家的孩子 在家门口就丢了不见了的事 就连青横军也被蓝战人给拉了出来 蓝战人毁得肠子都轻了 以前他也经常带着两个侄子到彩衣镇 一直都很顺利 从来没有出过事 大概是平和的彩衣镇让他放松了警惕 这彩衣也没看住 人就不见了 原本以为就算走散 这彩衣镇也是很安全的 谁知道 他把彩衣镇翻遍了 都没有找到人 彩衣镇的居民都问遍了 也没有找到线索 蓝起人急的头发都要白了 跑去青横军的闭关之处 悔恨地跪下说自己把蓝战给弄丢了 看着弟弟恨不得已死谢罪的样子 青横军再怎么心如死灰 也不能不顾忌自己的亲弟弟 再说还有亲儿子呢 终于青横军从闭关处走了出来 加入了寻找儿子的队伍 其实蓝家人只要挨家挨户地去搜 很快就能找打蓝战了 但是蓝家人对彩衣镇的居民十分地信任 也就敲门问有没有看到蓝战 刚刚好一家的门房 并没有看到蓝战进门 蓝战一进一家就去了后院 这几日都没出来 一家的那些 家仆是知道自己家主子会修炼的 主子在修炼 他们也只能做好自己的分内之事 让主子不被外物所打扰了 所以即使这几天 蓝家的孩子丢了这事 在彩衣镇闹得沸沸扬扬 家仆也没让一安知道 一安四人在修炼室整整呆了七日 这七日里 蓝战体内的寒气 已经完全被卫英给引到自己的身体里去了 卫英的修为也因为吸收了这么多的寒气炼化 修为直接从炼气初期到达了炼气后期 还差一点就要突破到助击期了 有完全适合体制的功法 蓝战修炼了玄机药日经后 其天赋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短短七天就引气入体 进入炼气初期 再一月进入到炼气中期 这要换个人 最少都得花上一二年的功夫了 此时两个小朋友都收了工 见到蓝战的病好了 卫英高兴极了 伊勒拉着两人出去 安排蒲丛给两人沐浴换衣 蓝战的个子也就比卫英的高一点 给卫英做的新衣胎也能穿 伊安走到前院 管家说了蓝家找人的事 蓝战在修炼中 所以他也不知道 这时间已经过去了七天 等到伊安洗漱完 四个人一起吃了饭 蓝战就提出他要回去了 叔父会找他的 伊安原本想的是 等吃完了饭 他亲自将蓝战送回蓝家去 然后告诉蓝家 因为蓝战寒症发作 这几日 他是在给蓝战压制寒气 但是想到卫英 他又犹豫了 毕竟他不知道 卫英的相貌 跟他父母的相貌相似度 这蓝家人应该是见过 藏色散人和魏长泽的吧 这要是见到卫英 会不会就认出他来了 这要是那位知道卫英的下落 会不会又找过来啊 咬咬牙 伊安想着 蓝战对不起了 他们暂时还不能暴露 于是 伊安对蓝战说道 因为卫英被仇人追杀 不能暴露 只能用化名 最好也不要见蓝家人 所以希望蓝战 能够不要暴露他们的存在 至于他修炼的功法 可以直接给自己父亲和叔父说 这部功法蓝战已经备下 他并不怕泄露什么 这功法只有蓝战的体制才能修炼 并且其精妙程度 比蓝家的功法要强上许多 而且功法的开篇就讲解了蓝战的体制问题 这个世界修炼只看天赋 对体制并不是十分看重 甚至这些家族 功法都是整个家族统一修炼一样的功法 这体制根本就不可能分得那么清楚 但凡是清衡君和蓝启人不傻 就不会让蓝战 再费了现在的修为 修回蓝家并不适合他体制的功法 这对蓝战来说 是一个机遇 想了想 伊安干脆把玄机要日经 还有关于体制问题的一本体制论 交给了蓝战 对了 还有储物指环 这也是伊安来到彩艺阵后做出来的 上辈子为前辈用鹰虎符的材料做了一对十分厉害的指环 不但能防御 还有很大的储物空间 后来他和小孙女一一都有了为前辈做的储物指环 这种手艺必须学 只是现阶段找到的材料有限 做不出来为前辈一开始做的那种有防御功能的指环了 但是这只有储物功能现阶段来说 对蓝战也够用了 毕竟在蓝家的保护下也不会遇到什么危险 伊安早就有了等他们修炼有成 一起去找屠露玄武取他肚子里的阴铁剑的计划了 不过现在还早 让蓝战将指环认主 学会使用后 两本书还有他换下来的衣服都收起来 伊安再次叮嘱蓝战 不好透露他们的消息 其实伊安也知道 以蓝家的势力想要查到他们是很容易的 但是他既然已经表明了态度 怎么说来他一家对蓝战也算是有恩的 想来蓝家不会追根究底 大概也是个洋装不知互不打扰的状态 说白了 伊安其实是在赌 赌蓝家当家的和掌权者的品性 如果蓝家贪得无厌不依不饶 大不了他们再换个地方住 他就不信这天下之大 还没有个他们的容身之处 都准备好了之后 就打算将蓝战送出去 这一家门外 不远就是大街 这会打开大门 路上也没人 魏英依依不舍地和蓝战告别 蓝战哥哥 你还会来找我玩吗 蓝战点点头 嗯 我会 小孩子就是这样 在他最难受最无助的时候 是魏英对他伸出了手 是一家的哥哥 教他抵抗寒气 更是魏英将他体内的寒气吸走了 他受了寒症大半年的折磨 小孩子原本圆润的脸都瘦得尖尖的了 伊安看来 和当初捡到魏英的时候 也不妨多让了 他的心中不由的感慨 蓝前辈和魏前辈小时候真的是多灾多难啊 上天派他来的原因一定是让他来护着他们的 伊安现在还不知道 魏英在蓝战心里的地位已经到了一个很高的地步了 两小不情不愿地告别 那样子就像是生离死别一般 伊安都觉得自己像个非要将两人分开的恶人了 再怎么不舍还是要走的 蓝战对大家挥了挥手 往大街上走去 他虽然换了身衣服 但是头上还是戴着抹额的 走过一个转角 一家人看不到蓝战了 但是蓝战的身影却出现在了大街上 立马就有人发现了一个带抹额的小孩 飞快地去向蓝家人报信 很快就有一对蓝家人飞奔而来 一看到蓝战简直是喜出望外 快 禀报宗主和先生 二公子找到了 蓝战立马就被蓝家弟子给围了起来 那拐角有个人悄悄地看了一眼 然后回一家报信去了 蓝战安全地和蓝家人会师 伊安等终于松了口气 把门一关继续修炼去了 还是实力太低了 不然的话 直接把人带出去 哪里还用这样躲躲藏藏 搞得他们好像是人贩子一般 不敢见人 很快 清衡军和蓝戟人就赶到了 他们以为会看到一个十分狼狈可怜的小蓝战 被人带走受了不少的苦 害怕蓝家的势力才悄悄地把人放回来 但是蓝战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时候 蓝战的眼里首先闪过诧异 清衡军对儿子的病情知道的不多 只知道小儿子寒气入体 身体有些不大爽利 时常发病 此时蓝战面色红润 神采奕奕 虽然身上穿的不是蓝式夹袍 却也是质量上乘 柔软舒适的衣服 并不比他平日里的穿着差 蓝起人走过去 一把抱起蓝战 阿战 这几天有没有发病 按照阿战的发病频率 应该是发过病了 蓝战摇摇头 舒服 我好了 清衡军文言走上来 拉起蓝战的手 给他把脉 此时蓝战的脉搏平稳有力 明显是非常健康之相 要不是知道蓝起人不会骗他 他都要以为 小儿子从来没有得过什么寒症了 清衡军点点头 嗯 确实好了 接着他又夸了一句 阿战很棒啊 修为都到练起中期了 说不定过两年就能结单了呢 却不想这句话 吓得蓝起人差点没把人抱稳 兄长 你看错了吧 阿战还没有修炼过 他寒症严重 我并没有让他现在修炼的 回到蓝家 清衡军两兄弟就叫来了医师 蓝战的情况非常的好 不但经脉中的寒气消失了 经脉也得到了修复 蓝战的修为也从还未入门 短短七天就进入到了练起中期 打发走心中疑惑不解 恨不得把蓝战拉去研究一遍的长老 清衡军平退了房间里的人 并设下隔音结界 这才开口 阿战 这几天你去哪儿了 蓝战紧闭着嘴巴 想着之前医哥哥说的 魏英被人追杀 不能泄露他的行踪 便咬紧牙关打算来个盖部合作 蓝起人皱起眉头 想要呵斥蓝战 如此严重的事还要对家中隐瞒 看出弟弟的急躁 清衡军拦住了蓝起人 他温和地看着儿子 温柔的语气询问着 阿战 不能说吗 蓝战抬头看着这个有些陌生的父亲 坚定地摇摇头 清衡军脸上的神情并未变化 阿战 我们是你的亲人 你看 父亲 叔父 还有你大哥 我们都是同你血脉相连最亲的人 你可以试着信任我们的 蓝战咬着牙 还是摇头 他不能让人知道魏英的存在 会有坏人要杀他的 魏英保护了他 他也要保护好魏英 清衡军又换了个思路 阿战 这次你消失了七天 家里都找疯了 你知道 你叔父差点以死谢罪 你没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蓝战低着头 想起一哥哥说的他修炼的功法 能够给父亲看 于是 手上出现了两本书籍 向着清衡军递了过去 两兄弟再次对视 他们的眼中都有着惊讶 蓝战身上并没有储物带 小小的胸膛里也放不下这么大两本书 他们都看得清楚 这两本书是凭空出现的 就好像蓝战从储物带里取出东西一般 先不提这个 清衡军接过儿子递过来的书籍 一本体制论一本玄疾要日经 这两本书 一本看起来像是功法 一本倒有点像医书 蓝战里放下一四功法的书 先打开了体制论 打开了书 清衡军就好像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 他们这些人 原本对体制的认知 也仅仅限于医书上的记载 世间万物 皆分五行 连人也不例外 他们只知道这人的属性 在五行中会有一些偏向 比如说 有的人生来便火气重 这便是五行偏向于火 他们修炼的功法 也是有不同的属性 但是他们在修炼的时候 对体制并没有太过看重 只是有些人体制在五行中有偏向 在修炼同属性功法的时候 能够更加的顺利一些 但是在这本书里 详细地讲述了人的各种体制 还有一些人拥有极端的体制 人为五行也分阴阳 有的人就是那种身具五行 但是阴阳却不平衡的体制 俗话说 孤阳不生 孤阴不长 这种极端的体制是机遇也是劫难 如果遇到适合的功法 这样的体制便是得天独厚 若是功法不适配 那么对那人来说 有可能变成一场灾烂 轻的可能就是体制被破坏 造成神魂上永久的伤害 更严重的 甚至会走火入魔 堕入魔障 两兄弟看着这本体制论 就有了不好的预感 在后面的部分里 也详细地描述了一些 特殊体制的特征 其中的积阳体制 让两兄弟格外的注意 对耗入座 他们家阿湛 很有可能就是这样的 急养体制 所以只是一个寒气入体 却让它严重的成了难以治愈的寒症 皆是因为这寒气和它的体制起冲突 才使得小小的寒气入体在蓝湛的身体上 表现的是那么的严重 如果按照蓝家医师提出的方案为蓝湛治疗 或许用无数的灵药 的确是能够将蓝湛治愈 但是最后对他体制的伤害是不可挽回的 甚至到时候他身上有了永久性的损伤 他们可能都察觉不到 看到这些 两兄弟只觉得冷汗都下来了 虽然这书来历不明 但是其言之早早 由不得他们不信 等到两人拿起那玄机药日经 这才发现 这是一本专门针对寒痒体制的功法 书中开篇就详细地讲解了寒痒体制的特征 甚至比《体制论》还要详细许多 两人之前就有所怀疑 现在一看 确定了 蓝湛就是那书中所说的万中无一的寒痒体制 这本功法 对其他人来说并没有作用 甚至都不能修炼 只能是积养体制的人才能修炼 清衡君翻了一下功法 就发现这功法精妙绝伦 比他们蓝家的功法还要好上许多 功法中练起之后 还有助击等阶段 最后才是结单 这里就能够看出来 这功法打基础的过程比他们的功法要严谨得多 这样一对比起来 蓝家的功法就是村里的私塾教的 而这本功法就是文明天下的书院传出来的 清衡君甚至亲自试验了这本功法 却因为体制不和 在运转过程中就受到了反噬 吐血受伤 清衡君白白手 让弟弟不用担心 他将两本书递还给儿子 蓝战毫不犹豫地接了过来 将书收了起来 这是一哥哥给的 要藏好 不能给别人 阿战啊 你修炼了这本功法 蓝战点点头 那这寒气 没了 暖暖的 很舒服 蓝起人还是有些不死心 还有什么 蓝战想了想 伸出手 显现出手指上小小的指环 这个 任主 可以装很多东西 清衡君 你那两本典集 就是放在里面的 还有什么 蓝战手一挥 他之前穿的衣服 被丢了出来 理直气壮地说道 衣服 脏了 要洗 里面还有几盘点心 是卫英塞给他的 他有些舍不得拿出来 也许父亲和叔父 不会对几盘点心感兴趣的吧 蓝战心里这样想着 理直气壮地遗忘了点心的事 虽然很好奇 小儿子的这个能够储物的戒指 但是儿子都说了 这个东西认主 看着指环在儿子手上隐形 清衡君也就放弃了想要一探究竟的想法 那储物指环 清衡君虽然有些好奇 但是儿子都说了 那是要认主的 不向储物戴 谁都能用 既然都认主了 那就是儿子的东西 包括儿子修炼的功法 他也就只是草草地看了一遍 也知道那功法 比起蓝家的功法 不知要精妙多少 小儿子现在已经是练起中期了 都快要超过大儿子的进度了 没得道理 让儿子不练着更好的功法 去修炼蓝家的功法 而且体制论中也说了 有些体制并不适合一些功法 很明显 阿湛的体制并不适合蓝家功法 虽然儿子那里什么都没有问出来 清衡君只能交代儿子下去休息 好好地修炼 但是清衡君并没有放弃打听消息 等到蔡婆婆奔丧回来了 听说蓝家找孩子这时 才惊觉自己把这么重要的事给忘了 也幸亏蓝家把孩子给找回来了 之后魏英上街 蔡婆婆还和她说起这是道了歉呢 当然 蓝家在彩义镇的影响力还是不小的 很快就查到了这些 然后一家的资料 就放在了清衡君处理宗务的案头 一家一共三个孩子 一安一乐 龙凤胎兄妹 年七岁 有个弟弟一名 要比二人小上一岁 今年刚满六岁 三兄妹在一年多以前搬到了彩义镇 应该是从仪陵搬来的 仪陵那边就只剩一栋老宅 问题是 这一家原本只有两兄妹 这个一宁就好像是凭空冒出来的 清衡君又派了人去仪陵查探 一家之前的事也很好查 两兄妹父母死后 这家被唐叔给占了 两兄妹只能沦为乞丐 但是也不知是怎么回事 兄妹俩突然就成了修士 回家夺回家产 然后处理了产业 搬家到了姑苏 这个多出来的弟弟一名 也不知从何而来 两兄弟并未多研究 毕竟只是个小孩 但是这一家兄妹 突然间的逆风翻盘 就值得研究 蓝氏两兄弟探讨一番 觉得应该是两兄妹 突然遇到了高人 这个高人定然是 见两兄妹姿质非同一般 才现身教导 那个多出来的弟弟 可能也是高人的弟子 采一阵的蔡婆婆也说了 那日那小娃娃 是见她家蓝湛不舒服 在发烧 才好心将人带回家中 那么这几日在一家 定然是高人出手 治愈蓝湛的韩正 还教了她厉害的功法 不过之后的行为来看 高人并不想在蓝家面前露面 能给儿子一个纸环 还有两本典籍 也算是给蓝家的交代了 兄长 怎么办 清衡军沉吟半赏 一家都来采一阵一年多了 形势低调 这次要不是阿湛之事 她未必想过同蓝家打交道 而且她让阿湛回来 也是这个意思 以后我们都保持现状吧 那阿湛呢 清衡军皱着眉头想了想 才说道 这个 半个月后 你带着阿湛去采一阵逛逛 把人送到一家门口去 蓝湛的病好了 也开始了修炼学习的日常 半个月后 蓝湖人带着蓝湛下山去了采一阵 蓝湖人给了蓝湛不少的银钱 蓝湛还挺奇怪 叔父 你给我钱做什么 蓝湖人 阿湛 你不想给新朋友买些礼物 蓝湛嘴言 什么都没跟家里说 但是叔父这般表现 到底是小朋友 没有意识到哪里不对 听说可以给朋友买东西 他眼前一亮 连忙向叔父求助 叔父 要我最喜欢的桂花糕 然后 蓝湖人就带着蓝湛 去了一些蓝湿平时合作的铺子 买了些点心 还有一些小玩意等等东西 只要是蓝湛觉得魏英喜欢的 觉得一哥哥一姐姐用得上的 通通都买来放到纸环里 其实在蓝湖人眼里 一个小小的纸环能装多少东西 虽然比起储物袋的确是特异了些 他之前认为最多也不过和储物袋差不多 但是看着蓝湛装了一样又一样 完全就没有个满的时候 对比自己的储物袋 蓝湖人觉得之前那些东西 早就把储物袋撑爆了 看阿湛的样子完全就是还有空间的样子 没想到小娃娃的购物欲也这么强大 见阿湛大游把几家店铺搬空的样子 蓝湖人不由的问道 阿湛你那个还装得下 蓝湛奇怪的看了叔父一眼 眼中有着疑问 好像在说 我不是说过很大了吗 叔父很大 我才装一点点 小朋友用两个手指头 比了一个很少很少的动作 蓝湖人不由的有些好笑 可是叔父的钱好像不够了 听到这 小朋友才反应过来 自己好像是买的有些多 拍拍自己的小胸膛 叔父 我有钱 回家给你 看着这样的阿湛 蓝湖人是有些欣慰的 在小孩的母亲去了之后 又重疾缠身 小娃娃都没有了孩子气 但是从一家回来后 阿湛肉眼可见的活泼了许多 又有了娃娃的那种鲜活气 就冲这一点 蓝湖人就很感激一家那三个小娃娃 不提他们背后的高人 光是让阿湛和那三个小娃娃相处 他都是愿意的 将人送到一家附近的大街上 蓝湖人拍拍折的肩膀 阿湛去看看你朋友吧 蓝湛有点惊异不定 他什么都没有说 叔父是怎么知道的 见者的眼中有着害怕 蓝湖人只能多说两句 是卖吹饼的蔡婆婆说的 说你去了一家 你想去就去吧 我为石墨来接你 你放心 我不会去打扰一家人 蓝湛站在那里 犹豫半晌 还是走了进去 来到一家大门口敲了敲门 来开门的家扑 那日跟着一安他们送走了蓝湛 这回看到人又回来了 连忙把蓝湛请进门 然后将人请到前面客厅 然后飞快地去后面喊人 很快 听说那个公子又回来了的消息 魏英第一个猜到就是蓝湛哥哥 飞快地跑了出来 看到蓝湛好好地坐在客厅里 魏英小朋友冲上去 就抱住了蓝湛 蓝湛哥哥 你回来了呀 我想你了 蓝湛抿了抿嘴 耳朵悄悄地红了起来 嗯 我也想你 魏英弟弟 魏英听到这个答案 开心地笑眯了眼 两人旁若无人地聊了起来 魏英先问 蓝湛哥哥 你回家挨骂了吗 没有 那你有没有跟你的爹娘说起我啊 蓝湛果断摇头 没有 我娘不在了 家里只有父亲 叔父 哥哥 哦 小朋友并不明白死亡的意义 听到蓝湛这样说 魏英也不太开心 蓝湛哥哥不伤心 我的爹娘也不在了 我本来想等他们回来的 哥哥说 他们是天上的星星 现在已经回到天上去回不来了 但是他们可以看到我 蓝湛睁大了眼睛 星星 魏英点点头 嗯 蓝湛哥哥 你的娘亲 可能也是变成星星回天上去了 蓝湛突然想起很久以前娘亲跟他说的话 娘亲说 如果阿湛想他的话 就看着天上最亮的那颗星星 他就知道了 原来娘亲不是生他的气 原来娘亲早就告诉他了 他变成星星回到天上去了 想到这里 蓝湛有些委屈的想哭 但是面前还有魏英小朋友呢 他的爹娘都回天上去了 至少他的爹还在 没有回到天上去 一安一乐早就过来了 他们是小孩身 成人心 两个小孩的同言同语 虽然十分的有意思 却十分的伤感 两个小朋友说着 双双红了眼 却努力的不在对方面前哭出来 他们在旁边看着也是跟着难过 一乐更是扑在哥哥的怀里 哥哥 阿英和蓝湛好可怜 一安拍着妹妹的背 心里有些感慨 他上辈子活了太久了 早就想不起爹娘这回事了 来到这个世界 两兄妹也是没爹没娘的 他觉得并没有什么 但是两个小朋友彼此安慰的场景 不由得让他想起 他曾经也是有爹娘的人 只是他早就想不起他们的样子了 他娘生了他们就死了 爹也是见都没有见过就没了 他只见过两人的照片 他是伯伯伯母养大的 他并不能共情 但是他小时候修炼 就是两位前辈的魂魄指导的 在他心里 两位前辈占了很重的分量 现在能够来到两位前辈年幼的时间 他想护着两人 想让两人过得幸福快乐 可惜他来的时机 到底是晚了些 阿英的父母已经死了 阿湛的娘亲也没了 但是他发誓 这也就是两人这一生中 最大的苦难了 他会用自己所有的力量 让两人在以后的日子里 都只有欢笑 没有痛苦 就好像小的时候 他修炼 妹妹守着他 两位前辈的魂体照顾着他一样 他受了的恩惠 就用这辈子来还 一安抱着妹妹想了很多 再看两个小家伙 这会已经把彼此哄好了 正两人挤在一个椅子里 怯怯思语 两人可能是天注定的缘分 魏英一见蓝战就很喜欢 蓝战那个性子 居然也和魏英十分的亲近 一安知道蓝家会查到他们家 但是蓝家会把人送到这里来 是他着实没有想到的 一安思考许久 终于是想明白了 他们一家的小孩子 加起来都没有人家的年纪大 在蓝家人眼里 这班家等等一系列事 都不可能是几个不到七岁的孩子 能够干出来的 所以他们一定会脑补出一个高人 这个高人神秘莫测 行踪不定 但是却有着非常高绝的本事 不然也不会拿出那样厉害的功法了 蓝家见蓝战能够学得功法 定然会以为他受高人赏识 现在把人送来 当然不是想干扰蓝战的事 而是抱着交好的心态的 一安觉得 这个高人的马甲还可以披着 魏前辈蓝前辈的那些本事 不就是他们的高人吗 魏英蓝战 还有十几年的时间来学这些本事 将他们全部融会贯通 想明白后 一安也有了决定 他还要试探一下蓝家 听蓝战说 他叔父一会回来接他 一安没有作声 蓝战说了回去之后的事 他并没有说出他们的存在 只拿出了功法 父亲和叔父 还看到了他的储物戒指 知道蓝前辈靠谱 没想到才六岁多的蓝战 也这么靠谱 说不说 就硬是一个字都没有透露 一安觉得吧 有些人生下来就优秀 比如蓝战 比如魏英 他们上辈子命运多舛 一定是因为太过出色 遭人嫉妒了吧 蓝战带来了很多东西 吃得完的 应该是在来之前 进行了一番大采购 蓝战这孩子吧 是真的喜欢魏英 他们都是沾光了 蓝战在一家吃了午饭 这个世界的人 只有早上和晚上两餐 中午饿了只会用点心 什么的店店 但是一家不一样 在现代社会 一天三顿的思想早就深入骨髓 这一家的仆从一开始都很不习惯 但是时间久了 他们也觉得这一天三顿是真的好 中午吃饱了 下午做事都有劲了 蓝战还没有在一家吃过午饭呢 听魏英说 他们一天要吃三顿饭 惊讶的眼睛都瞪圆了 吃过了午饭 一安又安排两人一起去睡了会午觉 起来之后 又检查了一回蓝战的修行进度 给了他一些指导 眼看着就到了蓝起人来接蓝战的时间了 一安把蓝战送到门口 才说道 蓝战 你跟你叔父说 可以让你在一家住上一段时间吗 这就是一安的试探 看蓝家是个什么态度 送走蓝战后 一乐说道 哥哥 你说蓝家会把人送来吗 一安 我觉得会 有高阶的功法 有神奇的法宝 蓝战的父亲或者是叔父 不会让蓝战错过机缘 他们会让蓝战住一回 进行试探 如果蓝战在一家能够学到东西 那么就会一直把人送过来 谁都不是傻子 蓝战跟着蓝起人回去了 在路上 蓝战就跟叔父说了想去一家住几天的要求 蓝起人有些不解 为何要在一家住 蓝战 要和哥哥姐姐还有弟弟一起学东西 蓝起人点了点头 回去就跟清衡军商量了这件事 第二天 给蓝战准备好换洗衣服 还有一些必备的东西 知道了蓝战的储物空间大 蓝起人也不客气 准备了一堆有的煤的 也不管能不能用上都让蓝战装了 然后上午就把人送到一家门口去了 时间过得如同流水一般 小朋友也像是海绵一样 不知疲倦地吸收着知识 学着本事 在日复一日的学习中 一家的书房渐渐地被填满了 夜安每每站在书房里 就会觉得难受 他总觉得还有许多的东西想要交给魏英和蓝战 但是总觉得自己的脑子空空的 他竭尽所能地教导两人 却总是觉得 比起蓝前辈和魏前辈两人来 他还差了许多 两位前辈的脑子不是他能比拟的 他能交给两人的东西都太过浅显了 一眨眼蓝忘机都快十七了 到了这个时候 蓝忘机都还没有结单 除了蓝家的长老一个个的有些着急 清衡君和蓝起人一点都不慌 蓝家有嫡长子 在仙门名声还不错 少年天才 九岁结单 在仙门百家中也是凤毛麟角 不过都知道蓝家有两位嫡子 不过二公子倒是名声不鲜 外人也鲜少听说蓝二公子的情况 那心里嫡妒的 也只能猜测这蓝二公子资质平庸 不值一提 蓝战和魏英 从十岁开始就一起叶列了 一开始 依安还不放心 总是跟在两人的后面 两人从小接受的是现代教育 并不迂福 修为不够 技能来凑 符咒阵法等等都是两人的手段 哪怕是遇到一些厉害的邪碎 两人也能全身而退 魏英和蓝战两人出门叶列的时候 都是做散修打扮 这些年 两人四处叶列 专门往那些偏僻的地方走 他们在百姓中有着很好的名声 但是百姓并不知道两人的姓名 只知道是两个长得跟金铜一般的小少年 蓝战出门是从来都不带抹额的 抹额这东西 标志性太强了 人家一看就知道他是蓝家人 魏英从小就喜欢拽他的抹额 所以在一家的时候 蓝战干脆扯了抹额 让魏英给他保管 两小无猜的长大 两人的关系很好 蓝战的性子在外人面前有些冷 但是在魏英面前却完全不一样 有时候蓝戏承都会吃醋 觉得弟弟跟一家的弟弟妹妹们关系更好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 一安一乐的修为也在飞快地增长 一安有了底气 和蓝家的接触也多了起来 蓝家虽然没有见到那个所谓的高人 但是一家兄妹还有魏英 有时候也会到蓝家做客 一家兄妹在蓝家甚至还有专门的客院给他们留着 有时候蓝战在山下学了七天 然后三人就和蓝战一起上云深不知处 在蓝家学堂学上几天 一安知道他们来自另外一个世界 虽然好多事都听两位前辈说过了 但是到底不够全面 跟着蓝家的学堂也能学些先门礼仪 也会更加地了解先门的规则 跟着在蓝家的学堂里学了几年 他们还认识了时常在蓝家的聂淮丧 眼看着周围所有人都结丹了 但是一家三人还有蓝战 他们四个却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但是即使是没有金丹 他们也不比其他人差 能够遇见飞行能够飞见御敌 除了丹田里没有金丹 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同 就连战斗力也不比蓝家的金丹修饰差 一安觉得有些不对劲 按理来说 他们是应该要结丹了 在前世 那个世界是根本没有修饰 结丹可能都在天道的预料之外 来到这个世界后 在筑基后 他们就隐隐地感知到了天道法则的存在 修炼本就是一件逆天而行之事 法则中 人类肉体繁胎 顺应天命 本就应该生老病死 短短百十年就是一生 想要突破繁胎 其实是为天道所不容的 经历了现代的信息爆炸 一安之道 他们这些修仙之人 必须要有足够的条件和法则作为交换 才能走上逆天之路 他是看不懂这一界的修饰的 能够顺利地结丹 拥有不弱的力量 却同样需要经历生老病死 记忆里结束即将来临 一安让蓝湛跟家里人说 他们要一同出门业劣 之前有很多次蓝湛出门业劣的情况 所以蓝家也不以为意 认为和之前的每一次出门业劣一样 然后一安就带着妹妹 还有蓝湛卫英一起去了墓西山 一安对于墓西山还是很了解的 他之前就听卫前辈说过 这屠戮玄武只要找对方法 还是很好打的 而且那屠戮玄武的尸体也是很好的练气材料 可惜那个时候他和蓝前辈的情况很不好 最终便宜了温家 一安只知道这屠戮玄武所在的位置是墓西山 这些年他去了好几次探查 总算是找到了入口 他一高人胆大 也贴上蓝西服隐身服 悄悄地下去过几次 这次带着大家一起来 一是让大家练练手 二是怕将来又会发生叫化私之事 他要提前将这隐患除掉 一安直接带着大家来到了墓西山半山腰的一处隐秘的山洞 魏英好奇地问道 哥 你怎么知道这里有山洞的 这么隐秘的地方都能找到呢 别废话了 先进来 一乐在前面 立即就跳了下去 然后蓝湛和魏英也下去了 一安最后进来 一安一落地 就遇见起来 同时还提醒大家 来帮忙 把这洞口封了 设幻阵 设传诵阵 隔绝阵 听着一安口中爆出一一串的阵法 配合默契的几人 连忙都遇见而起 一起开始设置阵法 把这个洞口藏起来 争取天王老子 来了都找不到地方 等到设好了阵法 一人手中举着一个照明的法宝 开始往里走的时候 魏英凑到一安面前 哥 里面不会有宝藏吧 实在是刚刚大哥的表现太严谨了 这里面肯定不一般 一安点点头 也算是宝藏吧 是个大家伙 屠戮玄武 阿湛你可知道 蓝湛想了一下 点了点头 在家族典集中看到过 几百年前 有进神失败的神兽入魔 吞噬了一成之人 后不知所踪 一成之人 那是多少啊 听到蓝湛这么说 魏英不由的扎舌 蓝湛也皱了皱眉 许是夸张说法 但是几百上千之人 也是有的 很快 他们一行四人 就走到了洞底 洞底是很大一处空间 看着就很空旷 还有一半的位置 是一汪有黑的深潭 那潭水有点像死水 味道并不好闻 又腥又臭 一安四处看了看 领着大家 找到一处很窄的洞口 钻了进去 那洞口很小 只能容易人进出 但是里面却别有洞天 还很宽敞的位置 一安在小洞里观察一番 扯了些枯草 然后从戒指里取出木柴 生了一堆火起来 他嘴里说道 大家先休息一会 然后我来说怎么打 魏英 哎 不是 哥 那屠鹿玄武呢 都没看到正主呢 就怎么打了 一安 刚刚那水潭中心的小岛 就是屠鹿玄武 魏英眨巴了下眼睛 转头看向蓝湛 蓝湛 你刚刚看见了吧 蓝湛点点头 那水潭中的确是有一座岛 不过那岛上杂草丛生 怪石临寻 谁能想到 居然是个王八壳子啊 一乐也想起来 刚刚在水潭边看到的情景了 小小声的惊呼一声 那么大 那他的头该不会比车还大吧 那不是一口就能把我们都吞了 一安 不慌 那屠鹿玄幻 好像并不能随意移动 似乎是被什么人镇压在此处了 我们已经占了先机了 魏英 哥 你早就有准备了吧 你说吧 怎么动手 一安 其实很简单 那屠鹿玄武虽然翘硬 但是他脖梗处的肉却比较柔软 我们只要来个砍头行动就行 蓝湛凝着眉头 我在点击中看到 那屠鹿玄武的皮肤十分坚硬 普通飞剑很难伤其根本 一安 确实如此 所以我们就要先将其困住 引出他的头颅 头往外伸得越长 我们的机会越大 四人一边休息 一边讨论 怎么才能安全地斩杀妖兽 一安知道 前世蓝前辈和魏前辈 是用温氏留下来的弓箭上的弦做成的绳子 将妖兽的头几乎勒断了的 蓝前辈魏前辈和那妖兽耗了几个时辰 几乎是精疲力尽 这一世同样可以采用这样的方法 不过一安并不打算他们几个傻傻的去拉绳子 他打算让那玄武自枪 他在地上画了个图 你们看啊 如果我们将绳子这样弄 到时候将绳子套在妖兽的脖子上 如果他后退 那这个力道就会作用到他的脖子上 魏英三人都看着地上的草图 大概的意思就是在王八壳上绑上绳子 绕过洞里最粗的石柱 然后另一头套到屠戮玄武的头上 到时候玄武越是后退 这绳子就勒得越紧 主打一个让妖兽自己出力勒死自己 当然 这个办法也不一定完全有用 之后一安又提出了其他几个方案 总的来说就是杀不死妖兽不要紧 他们一个都不能受伤 一个办法不行就换其他办法 实在不行就闹大了让温家人来 至于那妖兽肚子里的剑 应该不会引起重视 不过那样一来 这王八壳子是弄不到手了 这都是最坏的打算 一安还是有把握的 那妖兽正在睡觉 几人在身上贴上隐秘气息的符咒 在水潭边上布置起阵法来 就连那王八壳子 魏英几人也在上面跑了几个来回 魏英还怕绳子绑不紧 用了傀儡术将绳子 从王八壳尾巴洞穿到后脚的洞出来拴好 可怜屠戮玄武 外面给他布置了一个断头台 他都还无知无觉的 也就注定要死得憋屈了 等不知好了一切 一张纸鹤扇动着翅膀 带着一张爆裂符 飞向屠戮玄武壳子底下最大的一个洞口 如果没猜错的话 这里应该就是脑袋伸出来的口子 当然 并不是只有一只纸鹤的 只见四人不停地释放法掘 一群纸鹤向着洞口飞去 目测都有上百只了 纸鹤上的符咒也不尽相同 大部分是爆裂符 还有迷魂符 定身符等等 伊勒有些担忧地说道 哥 要不我们还是退后些吧 我怕那壳子不惊诈 耶安都有些不确定了 应该不会吧 不是说玄武防御力最强 魏英看着这么多纸鹤 有些傻眼 大家不是商量好一人 放几个纸鹤去吵醒妖兽的吗 怎么这么多啊 蓝湛已经汗流加倍了 希望那个屠鹤玄武壳子结实点 不然这么多爆裂符 这山都该炸平了 耶安也没想到 他只是想着多放几只纸鹤 最好能够伤到屠鹤玄武 这样接下来的计划就会顺利很多 结果大家都是这么想的 这一下放出去就是一大群 一安一挥手 我们先退出去 于是四人欲着剑就开跑 刚刚跑到洞口 就听到震耳欲聋的一声响 感觉到整座山都抖了抖 头顶上不停的有石头土块掉下来 本来是想要好好杀妖兽的 谁知道整了这么大个乌龙 几人有些狼狈的整了整衣服 面面相去之后不由的笑了出来 魏英 哥 这么大的动静 等一下会有人来查看吧 我们还打不打妖兽了 一安一咬牙 走 回去看看死了没 死了尸体不能便宜了其他人 几人不敢耽误又连忙飞回去 很快就回到了洞底 之前还想了那么多办法 结果这回来到水潭边一看 妖兽已经被炸得只剩一口气了 几人见状连忙招出飞剑一阵补刀 没意会 屠戮玄武的脑袋都被砍下来了 一安早就准备好了一个空的戒指 飞快的江山一样的尸体收了起来 也不管脏不脏臭不臭了 快 我们走 说着还不忘在身上贴符咒 脸膝符 隐身符 防御符 加速符等等 其他人也有样学样 把自己身上的状态加满 很快就出了山洞 洞口的患阵他们并没有破坏 出了洞口就飞快的遇见下山了 走到半路就看到不少的修士上了沐溪山 四人也不管其他人 飞快的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然后一路急飞 彻底离开了这处地界 找了无人处落地 四人不慌不忙地去找了个小邪碎开始叶猎 就好像那差点乍山的不是他们一样 因为一安他们设置的阵法 仙门百家的人把沐溪山翻遍了 好不容易才找到那个不起眼的山洞 众人齐心协力费了不少力气才把山洞打开 然后众人都当出了什么宝贝 一窝蜂地进了山洞 结果在山洞里一番寻找 最后来到洞底 才看到了乱七八糟的水潭 此时的水潭已经不成样子了 到处都是血迹碎肉 腥臭无比 当初那百来石爆裂符 直接就把屠戮玄武的壳都炸裂开了 屠戮玄武肚子里的肉泥炸得到处都是 一安他们回来 也是把屠戮玄武的主体收了起来 周围那些碎肉什么的都没有收拾 便匆匆离开了 这些仙门修士来到这里 只看到满地的碎肉 却连打斗的痕迹都没有 连试个什么妖兽都看不出来 就好像是那妖兽藏在这里 突然就炸了 他们也看不出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这事也就成了一件无头公案 一安一行人顺利地回到姑苏 没有任何人怀疑到他们 回来之后 一安就带着弟弟妹妹们 开始处理屠戮玄武的尸体 那王八壳子上 其实有很大一部分 并没有什么用 最外面有很厚一层 类似石头质地的东西 他们要取的 就是壳子中心最精华的部分 将其剥离出来 然后进行炼化抽丝 最后编织成布匹 同时 那屠戮玄武 还有一枚内丹 居然有了千年以上了 不过已经被怨气污染了 这样的内丹别人拿来 可能没有任何办法 但是对一安来说 却不算什么 他的老师 可是玩怨气的祖宗 他甚至都不用净化怨气 这个步骤 就能直接化怨气 为己所用 每每这个时候 一安就要感谢上一世 年纪大了 越来越贪心的自己 可能是那个时候 岁数大了 对死亡有了恐惧 他总是缠着 为前辈 想要学会他更多的本事 那个时候 为前辈和蓝前辈 也不再年轻 无聊的时候 就一直把修真 当成学术在研究 他就跟在两人身后 是要将两人所有的本事学会 他没有两位前辈那么好的脑子 不会自己创新 但是他记忆力还算好 会死记硬背 就算有些不理解的东西 他也会强行记忆下来 看 现在不就用上了 他还没了一本典籍下来 名字就叫不懂 里面都是前辈传授给他的东西 他还没有吃透理解不了的 但是 最近两个小家伙 捧着这本书如获至宝 两人 天天窝在一起讨论 一安突然觉得很欣慰 这下这些东西 算是有出路了 这两个小的 有着两位前辈一样的脑子 现在他把人领进门 以后两人就可以把他带飞了 原本以为屠戮玄武的材料提炼出来不会很多 结果他低估了那妖兽的大小 最后光是壳子的精华提炼之后 做出来的布匹就足够他们四人一人做两套法衣了 另外 玄武肚子里找到的鹰铁剑材料 再加上玄武的内丹 炼制了两枚玉鬼令 玉鬼令由蓝战卫英分别认主 单独一枚便有玉师令鬼之能 同时还有着强大的防御功能 就是百十来个金丹修士来了 也修想商两人分毫 两枚玉鬼令还能合体 必须两人同时驱使 其作用不下鹰虎符 但是却是完全有主人掌控的 炼制法衣和这玉鬼令的时候 蓝战和魏英也是同时参与的 在最后分配这些东西 魏英和蓝战也毫不客气地收了下来 这些年都习惯了 要是他们不收那才难受 换上新的法衣 这衣服的款式是他和蓝战的同款 一安一乐的同款 法衣并不是白色 而是青色的 衣服上布满了暗纹 十分地精致华丽 穿在身上给人一种出尘感 魏英把玉鬼令当成压柏挂在了腰间 他双手插腰 气势汹汹地对着一安说道 哥 你老实交代 一安一脸地茫然 我交代什么 魏英头一歪 你是不是测过命 知道我和蓝战以后 命运多灾多难 一安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你和阿战命多好了 遇到我应该算很好了吧 说着还不忘自恋一把 魏英拍拍法衣 又摸摸刚刚认主不久的遇鬼令 同时用肩膀撞了撞身边的蓝战 哎 蓝战 你是不是有我同样的感觉 蓝战点点头 嗯 魏英 你看 蓝战也觉得 哥 你把我和蓝战都武装到牙齿了 你给我的感觉 就好像明天仙门百家要联合起来 围剿我和蓝战两个了 你一错言 我们就要嘎了 呸呸呸 说啥呢 童言无忌大风吹去 以后可不许这样说了 你们好好的 以后成为整个仙门都仰望的存在 魏英和蓝战对视一眼 眼中都闪过无奈 这个哥哥真的是世界上最在乎他们的人了 年纪越大 他越是担心他们的安危 两人甚至感觉到 那都快要成为伊安哥的执念了 他害怕他们出事 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了他们的安全着想 伊安吐出一口气 突然上前 一个脑瓜崩就弹到了魏英的头上 什么眼神 都返天了 给你们遇鬼令你以为是白给的 都给我去做事 蓝战伸手摸摸魏英头上被弹的地方 脸上有些心疼 魏英见了更不得了了 蓝战 好疼啊 你给我吹吹 说着就把一颗毛茸茸的脑袋伸到蓝战面前 蓝战也不拒绝 立马就伸手捧着魏英的头 轻轻地吹刚刚被弹的地方 伊安看着两人不由地叹了口气 还没开窍的孩子啊 可真单纯 当然也很好嗑 无意识的撒糖最为致命 魏英笑嘻嘻的在蓝战面前 对着伊安眨了眨眼睛 那得意的样子分外的欠 哥 说吧 要我们做什么 最近齐山境内出现了水行渊听说了吧 水行渊处理起来十分的麻烦 这些年温室的形势你们也看到了 你觉得他们会好好的去处理水行渊吗 伊安这么一说 两人神情严肃起来 也站直了身形 哥 你是说 温室懒得处理水行渊 打算来个祸水东吟 伊安交代了任务 蓝战和魏英两人 就一路顺着水道网上找过去 此时已经有齐山出现水行渊的传闻了 但是还没有被驱赶到姑苏境内 两人在姑苏的水域一通查找 除了找到几只小水鬼 并没有发现大批斜碎的踪迹 将小鬼顺手超渡后 两人又顺着水路一路往上游的方向而去 姑苏的水路一直往上 就来到了云梦境内 云梦 对魏英来说是个特别的地方 在她大了以后 伊安就告诉过她 自己小时候在夷林流浪的事 告诉她小时候流浪时被人监视 后面夷安将她偷走以后 夷林又出现了一个 跟她长得有些像的小孩 再后来 就江峰眠就来了一出临时认亲 所以在仙门中 魏长泽和藏色散人的儿子是已经死了的 好吗 她现在连自己的身份都没有了 之前还小 不明白江家是要做什么 在大些 根据哥哥一通分析 魏英也想明白了 所以 从一开始 魏英就对江家的印象很不好 她甚至有些怀疑 自己的父母就是被江家人害死的 只是这些年 哥哥也有派人悄悄地查她父母下落 当年传父母死于叶列 但就这么一句话 就挺奇怪的 在何处叶列 又是遇到了什么妖兽 既然能让魏长泽和藏色散人 这样的高手都生死的妖兽定然不简单 之后又如何 如果妖兽没死 那之后是谁处理的 如果妖兽和人同归于尽了 那两位修士又是谁收的事 什么都没有 就一句死于叶列 其实只要是个人都知道不对劲 但是仙门修士就是如此 不是自己家的事 谁又会去管那么多呢 因为一安对齐皇温室有传信救命之恩 后又有曾医书之情 一安还写信去询问驻守夷灵的齐皇一脉 知不知道藏色散人夫妇叶列之事 不管怎么说 两人在夷灵出世 夷灵的妖兽作为驻守家族 应该是有记载的吧 然而齐皇也没有任何关于邪碎的记录 两人叶列身亡的事就好像凭空而来 这也使得魏英对江家的怀疑更大了 这才来到云梦 他和蓝湛还特意去了江家的驻地附近 把江家人的长相都记在了心里 以后 以后要怎么样 魏英现在也不知道 但是他知道自己以后一定会和江家人遇上 他的身份终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 云梦多水域 两人也是费了很大一番劲 找出来许多的水鬼 但是却没有到形成水行渊的地步 虽然这些水鬼是云梦的 除碎也应该是江家的事 但是 两人并不觉得有什么 学会了鬼道 他们也能听懂鬼语 也更能体会 这些滞留人间的亡魂有多么的痛苦 特别是水鬼 总是一遍又一遍地体会自己的死亡 所以说有很多鬼魂都是癫狂的状态 其实都是因为反复的体验死亡而疯掉了 有很多的亡灵一开始因为执念 但是到后期 他们甚至都不记得自己的执念了 只知道自己不得解脱 恨得想要报复这个世界 是血是沙 魏英和蓝湛将这些水鬼都用特制的法器装了起来 一边赶路一般度化这些可怜的亡灵 同时 两人身上的功德也在稳定地增长着 一直到离开的云梦境内 除了发现大量的水鬼 也没有发现水行渊的存在 说明想要驱赶水行渊也没有那么容易 离开云梦就是一些小家族属地了 这些小家族紧邻温室都是附属于温家 平时的都是以温室为主 两人更加的小心了 形势低调很多 想也知道 温室驱赶水行渊 定然会有大批弟子行动 才能将那么大的邪碎赶走 一直走到了温室势力圈接近中心位置 两人这才发现了端倪 有大批的温室弟子驻扎在山脚 离山脚两三里的地方便是水域 那水域黑沉沉的 一看就有问题 蓝湛和魏英对视一眼 估计这就是哥哥让他们找的水行渊 一安 我让你们两个到半路拦截水行渊 没让你们两个直接找上门去 魏英蓝湛 没注意 不知不觉就找到源头来了 两人躲在不远处 看着温室弟子在营地里吃吃喝喝 还很悠闲的样子 魏英问道 蓝湛 现在怎么办 蓝湛 走 先去试试遇鬼令 两人悄无声息地去了水边 可能是怕邪碎突然袭击吧 水边这里并没有修饰看守 他们也不怕邪碎跑了 当然 跑了说不定正合他们的意呢 两人来到水面 水底下的邪碎感觉到修饰的靠近 不由地蠢蠢欲动起来 两人相似一笑 元神好像是沉睡的巨师苏醒了过来 元神的威势一显 那隐隐向两人靠近的邪碎都开始瑟瑟发抖 缓缓地往后退着 原本以为来了两个食物 现在才知道来了两个大佬 邪碎心里苦 悄悄地撤退 就怕惊动两个危险人物 未应不由地有些感慨 也不知道哥哥这个鬼道是跟谁学的 居然可以让一个人的元神强大到如此地步 同时对鬼物有这么大的震慑力 一开始觉得哥哥好厉害 什么都会 但是长大了之后 慢慢地也有所感觉 哥哥其实很多时候 只是在把他会的或者说知道的往他们脑子里塞 很多东西还需要他们自己去领悟去理解 哥哥自己也不是很明白 就像兰家猜测的那样 他们也认为哥哥的身后一定有一个高人 一安 我怀疑弟弟们在质疑我的智商 但是我没有证据 弟弟太聪明了 我这个做哥哥的压力越来越大了 原本以为长大了要穿帮 没想到这高人的存在性越来越牢固了 都不用多费口舌 大家自己会脑补 两人悄悄地在水边试验了遇鬼令的操作性 一安说过 将两枚遇鬼令合体的话能力会更大的强大 一开始 两人还担心一枚遇鬼令并不能操控水行渊 但是他们实在是低估了 上一世未无限改良版阴虎符图纸复刻出来的食物的强大性 加入了图路玄武的内单 不但一枚遇鬼令就有了阴虎符的强大 还比阴虎符多了稳定性 安全性以及可控性 可以说 一安一乐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这一届的卫英和蓝战就已经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了 准备好以后 卫英和蓝战就埋伏到一边 等到温氏的人来对水行渊进行驱赶的时候 就操控着水行渊进行了剧烈的反扑 总之就是打得温氏人狼狈不堪 疯狂逃窜 让躲在一旁的蓝战和卫英看足了笑话 等到温家人都逃走后 两人这才出来 准备将水行渊度化 水行渊其实就是众多水中 怨灵的集合体 两人看着这么多怨灵也是 有些伤脑筋 这些邪碎生前横死 执念不散 想要度化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蓝战问道 卫英 当如何 卫英 哥哥说 杀人偿命 欠债还钱 是天经地义的事 他指着这些邪碎说道 蓝战你看 这些亡灵中好多都是死于相同的症状 我想 他们不可能都是恶人被杀 有些明明都是平头百姓 所以你是想 卫英耸耸肩 有怨抱怨 有仇报仇没错吧 我们有遇鬼令吗 把那些身有血煞的亡灵区分出来 这样的可能生前也不是什么好人 但是其他的亡灵 不管是修士也好 普通人也好 都没有权利去取他人性命 所以 让这些人回去报仇就好 这遇鬼令 不单是能够控制遇鬼 还能对鬼怪进行加成 这些亡灵原本是被抛尸河流之中 并不能离开水域 但是有了遇鬼令之后 他们就能够回到杀人者的身边复仇 为自己讨回公道 卫英 蓝战 我们给他们加上禁止 让他们不能伤害无辜之人 好 两人的鬼道早就修炼得炉火纯青 想要这些亡灵乖乖听他们的话 并不是难事 先将所有的邪碎都收到遇鬼令中 然后 两人再对亡灵进行分类 然后给这些亡灵套上一个枷锁 只能伤害仇人 对无辜之人动手 就会魂飞魄散 于是 到了晚上 无数的亡灵飞离了水域 向着仇人的方向蜂拥而去 两人等了一夜 快要天亮的时候 这些亡灵都回来了 他们之中 原本聚集成水行渊 就痛苦不堪 现在仇也报了 大多数执念已消 都不用两人动作 自己就消散往生去了 带着还剩下一小部分 需要做法才能度化的亡灵 两人又悄无声息的离开了祁山 甚至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回到彩衣镇后 两人老老实实的闭关 结果还没两天 就火急火燎的 跑去了乱藏岗 因为度化了水行渊 两天的功德大涨 于是境界终于有了松动 眼看着金丹杰就要来了 跟这一届的人杰丹不同 魏英和蓝湛 同时感应到了上天给的警示 那是一种无法言语的名物 不用别人说 他们自己就知道了 等到结丹的时候 天上会降下天雷 对他们进行考验 为了不引起先门的注意 去乱藏岗渡劫是最安全的 对别人来说乱藏岗是绝地 但是对于精通鬼道 还有遇鬼令的一行人来说 乱藏岗不但不是绝地 还是绝佳的庇护所 免于他们被百家滋扰 建卫英和蓝湛同时要度劫 觉得自己也卡在铸鸡期许久的 一安一乐决定要一同去乱藏岗 不管他们自己什么时候能度劫 多观摩两次也是好的 于是蓝湛连蓝家都没有通知 就这么跟着一家兄妹一起离开了彩衣镇 匆忙地去了遗陵入了乱藏岗 齐山突然传出温氏附属家族姚氏 几乎被挟碎灭门 只留下了富佑仆人 还有齐山的温潮也同样被挟碎肯是成了一具白骨 温若寒大为震怒 出关彻查此事 没想到最后查来查去 竟然查到温潮自己头上 还有姚家也同样如此 他们之所以被挟碎围攻 不过是因为自己做下的孽 最后遭到了挟碎的报复而已 这事根本就怪不到别人头上 虽然说这事是自作自受的典型 但是很多人还是惶惶不安 毕竟这些挟碎如此有组织有纪律的集体报复事情 还是第一次 这么看就好像背后有人操控一般 但是那挟碎又怎么可能被操控呢 最后众人只能得出结论 可能挟碎中出个厉害的鬼王 他还长脑子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这温潮身亡事件还没弄清楚呢 乱葬岗又出事了 突然间雷声大作 天雷轰隆隆地往下劈 众人更是证实了之前的想法 肯定是出了个鬼王 然后搞了事就逃到乱葬岗去了 然后上天都看不下去了 向下天雷要劈死这鬼王 只是这鬼王太过难杀了 居然降了四次天雷 也不知道最后到底劈没劈死 不过乱葬岗的怨气倒是劈散了许多 乱葬岗外围的骤墙压力都骤减了 倒是让助手在怡陵的骑皇一脉 笑得合不拢嘴 他们奉命看守骤墙 但是武力值又不高 每次骤墙出现问题 都只能火急火燎地向骑山求助 每次都要看人脸色 搞得就好像是他们弄坏骤墙的一样 这下好了 应该很长一段时间骤墙不会出问题了 他们骑皇又要清静很长一段时间了 一安一乐真的没有想到 他们只是跟着来观摩杜劫的 真的只是想多学点经验 谁知道看完了蓝战未应杜劫 他们的天劫也跟着来了 一安甚至觉得天劫就是故意的 反正劈都劈了 看到旁边还有预备艺人员 干脆一次性劈完收工 毫无准备的一安一乐给批的够呛 十分的狼狈 但是最后还是在蓝战未应担忧的目光的 顺利地度过考验 最终脱离凡胎 成了一名金丹修士 这一届有个传统 百姓家智学之年用字 而修士却是结成金丹后就能启用字 之前两人虽然已经过了十五的年纪 但是没有结丹 大家也是叫这两人的名字 现在他们四个都结丹了 再外行走 就要用代表成眠的字 以后就是魏无羡 蓝忘机 依崇章 依清蕊了 在乱葬岗又修炼了半个月 彻底巩固了修为 并且在乱葬岗有这么多邪碎的情况下 他们把自己的轨道也好好地锻炼了一下 蓝忘机和魏无羡更是将欲鬼令使用的顺流无比 其中的各种用法也玩得明明白白 一行四人 悄悄地溜出乱葬岗之后 就直接回了彩衣镇 回家洗漱沐浴 换了衣服后 就一起上了云深不知处 这些年 魏无羡也早就把蓝家当成了第二个家了 他和蓝湛从小一起长大 感情自然是无比的好 两人的东西也从未分过彼此 所以蓝湛的家也是他魏英的家 没毛病 四人一路说说笑笑的就上了山 来到山门口 就遇到了正打算出门的清衡军 清衡军看到四人后 就停住了脚步 等到四人上到山门 一起对着清衡军恭恭敬敬地行了礼 蓝忘机问 父亲要出门 清衡军 本来是打算出门的 现在没有了 为何 出门去找你 父亲找我何事 清衡军 听学要开始了 让你回家来听学 对了 一安一乐一宁 你们三个也来 魏无羡笑咪咪的 蓝伯父 你就没有发现我们有什么不同了吗 以后我们都要用字了哟 我哥叫一重张 姐叫一清蕊 蓝伯父 你叫我无羡就可以了 重张清蕊无羡 嗯 好名字 你们结单了 清衡军立马看向小儿子 阿湛 你结单了 蓝忘机 请父亲赐字 清衡军脸上有些惊喜 你们四个都结单了 太好了 阿湛 你的字你早就知道了 我家阿湛长大了 以后就要叫你忘机了 清衡军的目光别有深意地扫过一重张 他并没有出口 问这几个小孩 他们这段时间去哪了 他也知道 如果能说 他都不用问 儿子也会告诉他的 如果不能说 就算是问小儿子 儿子也会一个字都不会说的 就好像小时候 他答应一安 他们不会透露他们的存在 他回到蓝家来也是一个字都没说的 那个时候蓝湛也不过才刚刚七岁 而现在快要十七岁的儿子更不会多说了 他也就不多问了 反正这么多年看来 一家并没有恶意 虽然一重张这孩子对上他们更多的是疏离 但是他能够看出来 依清蕊和吴县还是很亲近蓝家的 等等 好像有哪里不对 清衡军并没有察觉到 依宁提起哥哥姐姐的字的时候 是联名待姓的 但是提到自己的时候 就只说了字 可没说他叫依无县 几人进了蓝家 就发现蓝家变得热闹了许多 蓝家外院的客房 已经住满了百家弟子 开学也就是这一两天的事了 蓝旺基的住处还是在静市 静市附近有两间院子 宁氏和岁院都是空着的 蓝家就安排了一家兄妹入住 他们在蓝家也住惯了 岁院是依清蕊一人独居 原本宁氏是安排让一仲章和魏无县同住的 不过魏无县自己跑去和蓝战同住了 一仲章也不多说什么 到了蓝家都不用人带 自己就回了惯用的院子 魏无县也是大摇大摆的跟着蓝战回了静市 回到静市 魏无县这才说道蓝战 你爹肯定是要去仪陵找你 嗯应该是 嘿嘿 就是我们晚点回来 他也找不到 他们出乱葬岗的时候 就有外面的亡灵告诉了他们有通行灵蝶找来 只是进不去乱葬岗 又飞回去了 所以他们回来后 就直接上云深不知处来了 听学这事蓝战早就跟他们说过了 而且蓝家也有邀请一家兄妹一起听学 好久没有住人的静市 已经有了薄薄的灰尘 两人一人一个房间 一张清洁服就解决了 将自己的东西收拾了一下 然后蓝忘机就拉着魏英一起去找蓝西辰了 他们这回又悄悄搞了几件大事 所以得去探听一下消息 蓝忘机带上魏无限 是因为他更会套话 不像他 有点笨嘴笨舌的 说这也是奇怪 从小和魏英一起长大 要说这口才跟着魏英练也练出来了 魏英的说法就是蓝战不该学蓝家的禁言术 有了依赖性 炒不赢人家就禁言 而他完全不用这种法术 他炒得赢 而现在想要探听情报 当然是魏英出马更好了 蓝西辰看到两人也很高兴 阿湛阿宁 你们回来了呀 去哪里夜列了 魏无限 蓝大哥 你要叫忘机 无限了 蓝西辰眼睛一亮 你们结单了 蓝忘机点点头 嗯 都结了 我们四个 哦 蓝西辰反应过来 你们在结单 所以设了结界 别怕被打扰对吧 难怪我发灵蝶到不了 魏无限呵呵笑 嗯 对 结单关键时候 被打扰了就没地方哭了 这句话是实话 但是我可没说我们设了结界 魏无限 蓝大哥 我们闭关了好久 最近仙门发生了什么事吗 我们回来的时候 酒楼那些地方聊得可热闹了 他皱起眉头 可惜我们急着回来 都没空听听看是什么事 蓝大哥知道吗 蓝西辰点点头 我倒是知道一些 不过那市井之言 多是以讹传讹 不可信的 两人乖乖的点头 魏无限 蓝大哥 我们当然知道不可信 不过被百姓谣传后也挺有趣的 也就当个故事听听 至于真的消息 还是要问蓝大哥你吗 蓝西辰这才满意的笑了 其实仙门最近也没什么大事 之前不是齐山出了水行渊吗 原来啊 那水行渊是人为的 嗯 水行渊还能人为啊 可不是 姚家人不做人 屠杀百姓 不知道做下多少恶事 那含恨而死的冤魂太多 又被抛尸水中 时间长了 就成了水行渊呗 对了 还有温潮 也就是温若寒的二儿子 也不是个好的 姚家就是投靠了这位二公子 仗着他的事作威作福 温若寒的儿子啊 难怪 那他参与作恶了吗 当然参与了呀 听说那水行渊回去复仇 温潮被啃得只剩骨头了 啊 温潮死了 不止温潮呢 还有姚家 都被水行渊里的怨魂报复了 死得可惨了 那后来呢 水行渊怎么样了 也不知那水行渊是怎么爬上岸的 搞事了之后就逃到乱葬岗去了 蓝西辰觉得无限的神色有些奇怪 他不由地问道 你们几个该不会跑去夷林乱葬岗看热闹了吧 蓝忘机没看热闹 对 他们本身就是热闹的制造者 说没去看热闹也不算撒谎哦 魏无限 蓝大哥说什么呢 我们都在闭关结单啊 就算想看热闹我也没空去 不过我倒是看蓝湛结单了 算是看热闹吧 蓝忘机 嗯 我看到一鸣结单了 在外人面前 蓝忘机是不会叫魏英这个名字的 所以至今蓝家人不知道魏英的真名 对了 蓝大哥 魏无限问道 那温若涵死了儿子 他没什么反应啊 怎么的也要闹个底朝天啊 蓝西辰摇摇头 听说温朝并不是温若涵亲子 不过是个过季来的儿子 平时在齐山嚣张跋扈 这死了也不过是旧游自取 温宗主根本就不在意的 只是觉得人死在齐山失了面子 魏无限对温若涵并不是很了解 此时正好有空 不由地问道 我听说温宗主是先门第一人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蓝西辰的神色不由地凝重起来 听我父亲说 温若涵此人是个武痴 一心想要突破金丹 进入更高的层次 蓝西辰叹了一口气 上一届听学之时 温若涵就发出豪言壮语 一定要成为突破金丹第一人 这么多年过去了 魏无限和蓝忘基两人对视一眼 有些不解 魏无限 所以温宗主他突破了吗 蓝西辰 没有 若真的突破了还好 只怕是 什么呀 执念成魔 啊 梁晓的眼中都是惊讶 魏无限更是觉得不可思议地问道 怎么会有这样的人 就因为想突破 然后就走火入魔了 摇摇头 蓝西辰 现在暂时还不知道 不过温室最近动作频繁 怕是或是僵起 要多注意了 哦 知道了 对了 这次听学温室的人不会来吧 蓝西辰 本来没有 不过温室旁之 温如希族长的一双儿女会来 温如希族长 对于这个名字 魏无限倒是很熟悉 他可是听自家哥哥提起过很多次 据说是个医术十分高明的神医 听哥哥的意思 他们一家其实也是温室齐皇一脉的 不过哥哥含糊其词 他知道的不是很清楚 但是有哥哥这些话 他对齐皇自带好感 听说齐皇的人要来听学 他还挺好奇的 人到了吗 蓝西辰早就都到了 也就你们最后才来 明日就要开学了 魏无限 嘿嘿 这不是结单吗 蓝大哥 我们可是一接完单就赶回来了 紧赶慢赶的脚都跑大了 蓝西辰好笑的摇摇头 这个弟弟啊 从小就跟阿湛形影不离 他慢慢的也就把他也当成弟弟了 这个弟弟的性子跳脱鞋 阿湛的性子更加沉稳 他总觉得两人在一起相辅相成 插不尽其他人 蓝西辰想再还不知道 他一语成衬 两人之间 确实是再也容不下旁人了 说完了话 魏无限和蓝忘机 就要回去休息了 和蓝大哥告别 两人就起身回静视去了 蓝西辰起身送到门口 看着两人离开 依宁扯着阿湛的袖子 一蹦一跳的 阿湛也时时注意着他 不时地把走歪的人 拉回正路上 摇摇头 蓝西辰想着 到底还是孩子 关系这般亲密无间 也不知道 以后两人各自娶妻之后 感情还会不会这般好 魏无限他们来到蓝家 只住了一个晚上 也还没来得及 和仙门百家的学子认识一下 第二天就开始了听学 这一次来蓝家的学子男女都有 所以学堂也分为了蓝氏和女修学堂 这女修那边隔得还挺远的 男子平时都见不到女修 不过这样的情景 在上了五六天课后 就变了 各家家主都给清衡军写了信 清衡军一想 也是这么回事 这些少年少女正是青春年少的时候 平时大家都没有机会认识 现在正好能够让大家多相处 说不定将来还能够成就几段家园 于是清衡军就改变了课程 学生们每上四天课程 就有两天的实践大课 比如说建树课 礼仪课 这些需要实践的 就让男修和女修都亲自下场 一家兄妹在重修室中并不是很齐眼 虽然相貌确实是出色 但是一家兄妹并不是什么家族的 对外也是宣称蓝氏外门弟子 所以并没有人特意的去关注他们 倒是魏无羡 因为和蓝旺基 这位蓝氏二公子同进同出 引得众人都十分的好奇他的身份 江家人也来了 魏无羡特意注意了一下那个江婉淫 性子特别的傲 十分的不好相处 看着脾气也不太好 魏无羡对此并无多少感觉 毕竟他现在还不打算跟江家人对上 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就好 依清蕊也跟魏无羡说过 女修那边江艳离的表现 总之就是个非常平凡的女孩 修为在女修中的是垫底的 依清蕊甚至都怀疑他可能根本就没有修炼过 拿着剑都是做摆设 剑术克也从来没有见他下过场 因为魏无羡他们早就在蓝氏上过很久的课了 所以蓝家听学的教学内容并不能难倒他们 倒是在此期间 魏无羡还交了不少的朋友 比如说清禾的聂怀桑 他也是经常混迹于蓝家 早就和他们认识了 经过聂怀桑的介绍 魏无羡还认识了不少家族的弟子 这些家族都是和聂加蓝家交好的 性子也比较良善的 聂怀桑这人的眼光还是很不错的 魏无羡观察了一圈 和他玩的一些人都是心思成澈 没有什么坏心眼的人 一开始大家还都相安无事 蓝家的人规矩都很好 也不怎么和那些上蹿下跳的人接触 各有各的团体 基本就是上完课 大家一哄而散 魏无羡更是上完课 就跟着蓝望鸡回了内院 跟百家弟子没有太多的交集 就算是聂怀桑他们约着出去玩 也是提前说好 然后一群人跑到后山去玩 后山有蓝家的禁地 很多地方是不能去的 但是也有一片是可以随意出入的 都有明显的标识划分了出来 这样学子们课余时间 也有个放松的去处 和温宁认识以后 每两天就到了大课堂的时间 魏无羡就见到了温宁的姐姐温晴 温晴是个长得很漂亮的姑娘 艳丽明媚 不过可能是因为经常采药的关系 比起其他的女秀要黑一些 不过这样并不会影响她的美丽 温晴早就从温宁那里 听说了依宁这样一个人 等到大课的时候 她和温宁站在一起 魏无羡和依仲张依清蕊 还有蓝望鸡站在一起 然后大家就认识了 面对自己的老祖宗 依仲张依清蕊两兄妹还是很激动的 但是肯定不能上去就喊祖宗啊 这不得把人给吓跑啊 不过依仲张知道温晴的医术很高 于是便从医术入手 很快几人就热火朝天地聊了起来 温晴发现 依仲张依清蕊依宁还有蓝望鸡四个人 他们的医术知识学得都很不错 她说的话他们都能听懂理解 但是他们都没有实践过 没有上手给人看过病 所有的知识都是纸上谈兵 一问之下才知道他们都是自学的医书 并没有师父教导 对于喜欢医术的人 温晴天生就有一层好感 自然跟大家相处的也很是融洽 而且在聊天中 温晴发现了一些端倪 在她还小的时候 父亲收到一封信 后来父亲给弟弟找到了灵药 治好了弟弟的先天不足 后来 依然是之前送信人的笔记 送来了整整一箱子的医书 父亲看过之后 说写那医书的人 简直就是天赋奇才 那些医术就是他们齐皇一脉医术的延伸 感觉就好像是一个天才人物熟读了齐皇的医术后 进行深入的研究 编写出来更高深的医术 父亲对这个神秘人非常的好奇 这些年也一直在找这个对他们齐皇一脉来说有大恩的人 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神秘人再也没有送过信 他们也无从查起 但是温如希并没有放弃寻找恩人 温情也是熟读这些医书 此时他的医术已经跟他的父亲不相上下了 指点魏无羡他们这些纸上谈兵的人还是很容易的 魏无羡等人这些年学了医术也没有地方发挥 只能说空有一肚子理论却毫无实际经验 难得温情愿意指点 大家都很认真的听他讲解 其他家族的弟子见他们围成一圈听得认真 不由的也围了过来 结果一听 温情是在讲解医术 于是又不感兴趣地离开了 先生也注意到了他们 不过这大课堂本就是让大家交流的 他也就没有说什么了 蓝氏的长老倒是好奇地走近想听听他们在说些什么 谁知道这一听就入了迷 想不到这温家的姑娘小小年纪 医术理论竟然如此的扎实 因为魏无羡他们都是自学 有很多不懂不理解的地方 现在好不容易来了个大佬 连忙抓住机会请教 温情耐心地给大家讲解问题 表面上看就是一个耐心的大姐姐 但是温情此时的心里已经是惊涛骇浪了 因为他们讨论的问题 这些全部都是那神秘人送来的医书里面的内容 魏无羡他们一开始确实看不懂 后来买了一些基础的医书 然后才慢慢地看懂了 但是依然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 在他们看来 也就是他们的基础太薄弱了 所以对这些医书不够理解 但是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 这些医书都是一中章上辈子老祖宗编写出来的 这个世界是没有的 而此时大家都沉浸在困扰许久的疑问得到解答的喜悦中 完全没有察觉到自己就这样漏了下 温情并没有露出过多的表情 就算的心思缜密的一中章也没有察觉到不对劲 大课堂要结束后 温情还给大家布置了作业 让大家回去解答 于是觉得这一次交流 学到很多东西的四人 开开心心地回去做题去了 完全没有想到性子直爽的温情 也会对他们使用小心机 等到第二天拿到几人的笔记后 温情终于确定了 给他们送信送医书的神秘人就是一家兄妹 他们送过去的医书都是手抄本 笔记十分的稚嫩 父亲也说过 看样子都是小孩子抄写出来的 笔记的力度不够 而且那笔记还不是一个人的笔记 虽然十来年过去了 人长大了 写字也变得很是不同 但是一个人的笔记再怎么变化 也有迹可循 看着一家兄妹的字迹 温情确定 小时候看到的信还有医书一定就是他们抄写出来的 而且他们学习的也是那些医术 这是除了他们齐皇一脉 别家完全没有的东西 所以错不了 温情急忙给父亲写了信 还附上了医中张医清蕊魏无羡三人的笔记 温如希看过之后 也觉得找对了人 在得知一家就是自家的恩人后 温情也跟温宁说了这事 魏无羡觉得 温宁这人真好玩 每次看他的眼神都是亮晶晶的 一看就是很崇拜他 魏无羡得意洋洋的 对蓝忘姬炫耀着自己多了一个迷地 却不知蓝忘姬看着温宁的眼神格外的凌厉 两天的大课堂结束后 就迎来了一天的休暮 这天蓝室山门大开 百家弟子们都会一窝蜂的下山去镇上改善伙食 并不是说蓝家的伙食不好 反而是蓝家的伙食太好了 天天都是要善 吃了对他们有好处 家族也是花了钱的 才让蓝室给所有人都提供要善 但是这天天要善 谁也吃不消 一个个吃得脸色发青 这一休暮 全部都跑到山下换口味去了 魏无羡他们自己在彩衣镇有家 而且他们都有储物只还 身上的物资充足 根本就不用去跟仙门百家的弟子 去抢彩衣镇的酒楼位置 所以魏无羡睡了个懒觉 不慌不忙的起床洗漱 本打算去宁市和岁苑 叫哥哥姐姐一起下山的 却在门口被蓝忘机给堵住了 蓝湛干嘛呀 走啊 我们下山去 蓝忘机却堵在门口不动 我不去 你也不许去 魏无羡歪歪头 蓝湛这分明是生气的表现 他有些疑惑 自己做什么让蓝湛生气了呢 魏无羡看出来蓝忘机正在生气 正要问原因 外面哥哥姐姐就来叫他们来了 魏无羡刚开口说了几个字 就被蓝忘机拉住按在门上捂住了嘴巴 然后蓝忘机就开口让一众张一清蕊先离开了 听到两人的脚步声走远 魏无羡拉开蓝湛的手 蓝湛你干嘛 他的表情有些委屈 蓝湛从来没有对他这么凶过 蓝湛居然还捂住他的嘴巴 越想越委屈 魏无羡不由地红了眼睛 他低下头 嘟起嘴巴 蓝湛你在生气 我做错什么了 你不能直说吗 你还凶我 还捂我嘴巴 见魏英这个样子 蓝忘机慌了神 魏英 对不起 我 我不是故意的 我就是 就是 就是什么 我 我有话要对你说 魏无羡歪歪头 怎么蓝湛今天吞吞吐吐的呀 好奇怪 你说啊 我听着 魏无羡睁着一双水汪汪的眼睛 就这么看着蓝忘机欲言又止 心中的好奇心 心中的好奇心达到了顶点 我 我 嘴张了又合 蓝忘机去始终说不出来想要说的话 蓝湛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 蓝忘机咬咬牙 是 啊 这下轮到魏无羡傻眼了 他就是随便这么一问 那你做什么了 蓝忘机突然凑近 把他再次按在门上 对着他的嘴唇这样 狠狠地亲了下去 魏无羡的一双眼睛瞪得溜圆 蓝忘机紧紧地闭着眼睛 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嘴上的感触中 他消想了许久的一双红唇 如同他想象中的甜美 经过了最初的震惊 慌乱 疑惑 最后是了然 喜悦 最后 魏无羡也闭上了眼睛 沉浸在这第一次亲密接触 他和蓝湛 就像是在大海中漂流的孤舟 经过了无数岁月的漂泊 终于撞在了一起 再没有什么能够分开它们